黑暗物质朝着硝烟快速扑来的那一瞬间 硝烟似乎在其中竟然感知到一种 可以威胁到自己生命的毁灭气息 只见其双手拔起面前 插在一火法阵之中的一火横骨齿 纵横一跃随即下落 朝着那些气光球劈了下去 一火横骨齿 地眼斩苍穹 绚丽至极的火焰与那恐怖的吞噬之力 彼此消融 产生剧烈的空间震荡 让得硝烟也不禁感受到莫大的压力 这域外邪足还真的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光是智能量层级的提升 便是足够让自己难以对付 更何况这吞心魔皇被驼舌骨地镇压了这么久 想来实力应该并没有完全地恢复 如果今日让这个家伙跑掉的话 且不谈对于斗气大陆会造成何等巨大的威胁 届时再次相遇的时候 面对的也不只是眼前这个层次的吞心魔皇 一火绑便是斗气大陆引向上位面的位面坐标 要想让斗气大陆引向上位面大千世界 并非是一朝一夕便可以完成了 而在这段时间之中只有将吞心魔皇完全斩杀在这个地方 才能确保斗气大陆是暂时安全 极致的火焰波动同样也是引起斗气大陆所有人的注意 无数的目光望着天空那撕裂的空间 其中所蕴含的能量波动远不是他们那些斗胜斗尊斗宗 矮致斗皇斗王层次的强者可以接近的 竹鲲 古元 炎镜 雷银 采铃和薛儿六人 在天空一火绑之下共同出手 形成一个方圆千里的护照 禁止任何人靠近这片区域 现在他们能做的也只有静静地等待着 硝烟从那空间裂缝之中出来 到时如果是其他的东西从这里面出来 他们也就宣布着斗气大陆的命运就此终结 我相信硝烟那家伙 我也相信硝烟哥哥 彩铃和薛儿先后说道 一火横骨齿碰撞到邪气能量光球 持续约磨几次呼吸的时间 硝烟眼神也是一领低沉喝声 猛然响起 随着硝烟的喝声落下 但原本势如破竹 暂发着无尽毁灭气息的吞噬邪气光球 仿佛也是不起任何的作用 锯齿缓缓镶嵌 进入到黑球之中 发出阵阵嗡鸣之声 周遭的虚无空间 在此刻也出现了破碎的痕迹 给我破 旋即便是见到下一颜 硝烟怒声而响 大道地盐包裹着的重尺 直接将吞心魔皇的邪气光球 一分为二 硝烟猛然拍动一下手柄 两道分裂的邪气光球 在地盐的侵染之下 迅速和周围虚无的一切融合到了一起 从虚无中来到虚无中去 而见到自己两次攻击 皆是受负 吞心魔皇的脸色 终于是按耐不住 在上古年代 斗地层次的强者 在他的眼里 根本什么都不是 甚至于这种层次的强者 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出手 没想到硝烟今日 竟然可以以斗地层次的实力 阻挡自己两次攻击 而且还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 接下吞心魔皇的两道攻击之后 硝烟的手掌 也是因为阵痛质感在不断地发动 要知道 硝烟还没有成为斗地层次的时候 肉体的强度 便不弱于魔兽种族之中 太虚古龙的肉体强度 现在成为了斗地层次 就算是站在那儿不动 类似于当初魂天帝那种货色 都无法撼动他的身体 能接下本作两次攻击还没死 无愧是驼舌古地看中的人类小子 硝烟的人真的是一直很讨厌 要不是本作的实力 还没有完全恢复 再加上在这斗气大陆之上 本作无法发挥出完全的实力 只需要一个喷嚏 便可以将你们这些蝼蚁轻松抹杀 毕竟本作曾经是 域外邪族32大族中心魔族组长包地 人称吞星天魔地 天魔地 小炎眼同阵经望着那不远处 快速聚集魔气的吞星魔皇 自己在获得驼舌古地完整的传承之后 自然也是知道了一些 驼舌古地藏在地盐血脉之中的记忆 域外邪族的强者 分为域外邪魔 魔使 魔尊 魔王 魔皇 以及魔地 每个层次都是有着的 玄机天三个层次 而斗地层次 只是可以媲美魔尊层次之中的天魔尊层次 当年大千世界所面对的 就是域外邪族的智强者天蝎神 小炎原本想着 当初驼舌古地 将吞星魔皇镇压数万年的时间 就算吞星魔皇未死的话 境界也应该跌倒和自己差不多的层次 这一点 也的确如当初驼舌古地所预料的一样 吞星魔皇虽然此时仍然号称魔皇层次的强者 但是其实力 也只是烧圣天魔尊 就连魔王层次都未曾达到 但是吞星魔皇说出自己的身份之后 这却是让萧炎更加的震惊 魔地层次的强者 还是天魔地 恐怕这个层次的强者 就算是 放在域外邪族之中 也算是智强的存在了吧 或许只有在驼舌古地口中 纳上未免大千世界之中的智强者 圣品天至尊 才能和这魔地层次的强者对抗 见到萧炎眼神一颤的小动作 吞星魔皇迅速发觉自己的攻心计 似乎起了效果 于是继续说道 知道我这左右两个头颅是谁吗 我告诉你 也是域外邪族的魔地强者 巴比邪魔天魔地 以及阴阳天魔地 本作乃是结合了三位天魔地生命种子 融合在一起的强者 仅仅凭借你一个小小的陡地强者 便想着何无等抗衡 萧炎咬着自己的下嘴唇 努力让自己不去露出各种破绽 可是内心的震撼 还是给了萧炎当头一棒 上未免的挑战 比起斗气大陆所在的挑战 要恐怖无数呗 如果是在斗气大陆上 自己一个不小心 最多只是丢了性命 家族就此断绝 可是 如果去了上未免的话 可能会因为自己 而让得斗气大陆 一个未免 数以亿计的生灵 就此与萧 自己真的有这个资格吗 这是萧炎第一次开始怀疑起自己 吞心魔皇见到此时的萧炎 嘴角微微咧起 冷声说道 放弃抵抗吧 萧族的后辈 本作从你的身上 看到了你的过去 你看看魂族便是十分十十五 当初投靠了本作 纵使他们仙族隐落 但是魂族 还是靠着本作当年 给他们的福音 兴盛了这么多年 投入到域外邪族的阵营之中 本作保证 你的潜力 以及未来的成就 绝对会比魂族要更为宽固 萧炎紧攥着手里的一股红骨齿 内心有一股说不上来的燥热感 似乎有什么东西 在着烧着自己的灵魂 黑色的邪气 迅速将萧炎的身体笼罩 萧炎感受到 自己身体之中的斗气 在不断地反抗着 这股想要入侵 自己身体的特殊能量 这股能量固然强大 但是却是让萧炎 有一种落入地狱般的难受 却十分刺激地快感 放弃抵抗吧 放弃抵抗吧 分心魔皇的声音 在萧炎的脑海之中不断环绕 萧炎的地炎双眸 逐渐开始变得暗淡起来 中周大地之上 无数的强者皆是 从那空间裂缝之中 感受到了散发而出的死气 那并不是属于萧炎的气息 萧炎哥哥不会出事了吧 五薛儿大喊道 玄机采灵 薛儿 小一仙 以及清灵等人皆是想要一跃而起 却是被紫炎巨大的龙翼挡住了去路 你们怎么都不相信萧炎啊 我可以感受到 现在萧炎的状况有点不太好 但是也没有到那种重伤冰死的地步 我们应该相信萧炎不是吗 听到紫炎所说 众女以及那些天府联盟的强者 这才缓过境来 其实紫炎自己也是不知道 萧炎现在怎样 自己现在也只是斗胜层次的使命 若是萧炎不想让紫炎知道自己的状况 就算是当初萧炎再次愿意 紫炎将龙翼种在自己体内 紫炎也是无能为力 萧炎的身形开始逐渐的虚幻 全身即使封锁在一面 类似于镜子般的密闭空间之中 昆星魔皇见到这个场景 嘴角则是微微上扬 当初在域外邪卒之中 自己可是最擅长控制心境的心魔族的强者 虽然自己的控心之术 比不上自己的胸掌 无法在萧炎的身体之中下心魔种子 但是现在的萧炎实在是太弱了 就算不用心魔种子 也可以被轻松拿捏住 萧炎身上的火焰光纹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快速地暗淡 就连外界的一火宝 此时也是开始虚幻了起来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慢慢沉沦下去 加入我域外邪卒的阵营 才是斗气大陆唯一的生物 唯有这样 才能保全斗气大陆 保全萧族 保全所有你爱的人 昆星魔皇看着萧炎此时的状况 周深的域外邪气 无端向着萧炎的身体之中涌去 只要将萧炎一身的斗气 更换成为域外邪气 那么萧炎对他来说 就不会再造成任何的威胁 且不谈现在斗地强者 对他造不成任何的威胁 就算可以 斗气大陆现如今 也不可能再造就一位斗地强者 萧炎紧攥着的手掌 缓缓松开 整个人就好像是行尸走肉般 站在虚空之上 昆星魔皇眼见计划得逞 于是朝着萧炎的方向 缓缓走去 驼蛇谷地那个家伙 将自身分化成为22道本源 倾洒在斗气大陆之上 凝聚出一道一火宝 那是通往大千世界的位面坐标 现在只要我将域外邪气 注入到一火宝之上 那么这一火宝 就成为斗气大陆通往域外邪族的位面坐标了 只见萧炎眼瞳涣散地 轻轻抬起自己的手掌 那道冲天而起的一火宝 竟然开始缓缓上升 进入到萧炎所开辟的 这道本是虚无的斗地空间之中 看见这千丈庞大的一火宝 吞星魔皇大笑出生 斗气大陆不过只是大千世界 连接外界的亿万小未美之一 没想到 自己竟然在这个地方耽误了这么久的时间 等到自己回到了域外邪族 恢复了自己本身的实力 届时一定要把斗气大陆 这个自己受尽屈辱的地方化为灰烬 驼射谷地 以机关算尽 终究还是输了 吞星魔皇轻笑说道 旋即将自己的手掌 碰触到了那一火宝之上 雄魂的域外邪气 从吞星魔皇的身体 缓缓转移到了一火宝之上 就当邪气碰触到一火宝上时 那上面用金色纹路雕刻的火焰之名 也是随之开始暗淡 可就当吞星魔皇沉浸在 自己即将回到域外邪族之时 这无尽的虚无空间之中 却是想起了一个 让吞星魔皇十分忌惮的声音 吞星魔皇 让你交出另一半未免本人 还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这个声音是 吞星魔皇转身朝着身后望去 那道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一生之敌 活射谷帝 你没死 吞星魔皇眼瞳震惊说道 但是看着吞星魔皇 此时虚幻的无妙 吞星魔皇却大笑出声不对 你已经死了 现在的你 不过只是一道能量残影 就凭现在的你 也想要阻止我 活射谷帝轻轻摇了摇头 当初你吞并了斗气大陆的核心 断绝了这一方未免的未来生机 我没有任何办法 所以这才选择永无封印 和你一起成为这未免的核心 但是如今我已经找到了我的继承者 吞星魔皇 眼神之中满是不屑 就凭他 斗帝层次的修为 也想要杀我 驼蛇谷帝覆手而立 也是轻声一笑 失去了欲外协阻 你补充能量的方式 不过是依靠着斗气大陆的未免核心之力 但是若是让你交出这未免核心之力 你还是斗帝强者的对手吗 吞星魔皇看着笑脸盈盈的驼蛇谷帝 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似的 朝着身后的一伙把望去 你想干什么 吞星魔皇 你我逗了几万年的时间 从当初大千世界 我以陨落为代价 击杀你三明天魔地 到后来 转世重生到这斗气大陆之上 你我金石一战 再到如今 你我二人化作未免核心融为一体 你我相生相克 吞星魔皇 我要做的事情 你阻止不了 我们一起走吧 说吧 这间道驼蛇谷帝的残影化作光点 融入到一火榜之中 原本暗淡的一火榜 在驼蛇谷帝的融合之下 竟再一次绽放出了绚烂的色彩 吞星魔皇身上的欲外邪气 而这股能量 与当初消炎在传承之地 吸收的未免核心能量之海 十分相似 助兽 老家伙 你想死别拉着 吞星魔皇怒吞道 但是刚想把手掌 从一火榜之上拔下来 时却发现 自己的手掌 就好像是粘连在了这一火榜之上 吞星魔皇突然意识到 自己又遭到了驼蛇谷帝的算计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在驼蛇谷帝的算计之中 该死的老东西 吞星魔皇怒骂道 只见吞星魔皇的另一只手 又是一道让他听起来很不舒服的声音 传入到了吞星魔皇的耳朵里面 就这样 让你逃掉了 怎么对得起驼蛇谷帝前辈 给你留下的这份大力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消炎突然恢复了意识 而且 身上的气息 竟然比刚才与自己对战的时候的气息 还要强盛不少 你刚才示弱 是为了炸我 吞星魔皇暴怒说道 消炎眼神哀伤地望着这一祸吧 谷帝前辈大意 五等自愧不如 吞星魔皇 现在到了 你交出这不属于 你的力量的时候 炎帝附魔神 在消炎声音落下之后 那一火宝 就好似有了生命似的 无数的火线 从一火宝的石碑 本身探了出来 将吞星魔皇的身体 和一火宝牢牢地捆在了一起 在吞星魔皇的身体 和一火宝 接触到一起的瞬间 十分明显地可以看到 那吞星魔皇身体中的 未免核心之力 正在快速地涌入到了一火宝之上 而消炎的实力 也在这个时刻快速地提升 该死的驼射谷地 该死的消炎 竟然敢算计本作 本作就算是化身成为利鬼 也不会放过你的 域外邪足也不会放过你的 你们有这个机会了 吸收的时间 约莫持续了一刻钟 吞星魔皇 紧紧被锁在那一火宝之上 伴随着消炎手掌张开 那困住吞星魔皇身体的火线 再次回到了一火宝之中 吞星魔皇大口喘息着 身体之中 时不时有着黑色的液体 在不断地滴味 三颗头颅 皆是目光怨毒地望着消炎 你以为拿走了 斗气大陆未免的核心之力 就能打赢本作吗 域外邪足的强大 超出你的想象 消炎望着大功告成的一波 转过身望向吞星魔皇 有一句话你说的不错 你是当初三只天魔帝的化身 可另一句话你说错了 现在是斗气大陆的主场 失去一切 沦为丧家之犬 你觉得我杀不杀得了你呢 说完 消炎的身形迅速化身 成为一尊火焰流离 实力开始快速攀升 一火至尊体 邪魔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消炎从星魔之中走出来后 弹旋在黑气之中的 吞星魔皇血色双眸之中 掠过一抹惊慌之色 不安的情绪 悄然占据了 吞星魔皇内心的全部 在吞星魔皇紧张的注视之下 消炎自身的强悍的气场 迅速将笼罩在 其周身的悲气焚烧 不快的功夫 这无尽黑暗的虚无空间 竟直接变成了一片火海的战场 消炎站在火海之上 好似那炎神降临一般 邪灵斩 吞星魔皇不甘于自己的失败 认为 就算消炎挣脱自己心魔的束缚 此时也不过只是 抖地层次的强者 在消炎的内心之中 吞星魔皇看到了 消炎一路走来的立场 虽然十分惊艳 但是在吞星魔皇看来 消炎只不过是一个 有些天赋的蝼蚁而已 就算可以战胜魂天地 那样的抖地强者 也未必会是自己的对手 万千邪气 在笼罩在吞星魔皇 断掉的那一只手臂之上 形成一柄没有刀柄的黑紫色大刀 刀刃划过 即使是这片抖地空间 产生了丝丝碎裂的迹象 昆星魔皇眼瞳 近乎癫惶地看着消炎 现在没有了驼舌不定 我看谁还能帮你 说吧 昆星魔皇的身形 一闪便是来到了消炎的身前 那黑紫色的刀刃 顺时便是伸长数千丈之能 伴随着划过空间的碎裂之声 朝着消炎的方向劈砍而下 可消炎见到这一招 却并没有选择闪躲 而是右手手掌 朝着天空猛的举起 那黑紫色的刀刃 直接砍在了消炎那被炫彩火焰包裹的右手之上 整个虚无空间 被这一声剧烈碰撞的声音 震得开始抖动起来 可吞星魔皇的邪灵刀 却并没有震退消炎办法 看着刀身如液体一般 朝着消炎的身上 涌不去 不过还未曾接触到消炎的手掌 却是被消炎手掌之上的火焰 直接焚烧成了虚无 这一刀的威力 的确比当初魂天帝那一招的威力 要强上不少 这怎么可能 吞星魔皇眼神之中 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要知道 就算是自己 现在已经没有当初的那般实力 对付一个抖地层次的强者 也不至于会被压制成这样 消炎面带微笑 看着吞星魔皇 域外邪卒是厉害 但是在我斗其大路之上 还不允许而等撒野 八级 嗯 在消炎最后一个字落下的瞬间 只见到消炎的另一只手画权围掌 朝着吞星魔皇的腹部轰了过去 吞星魔皇本以为这是消炎的杀招 但是那一掌打在自己的腹部以后 半秒钟的时间 自己却是什么事情都没了 可就当吞星魔皇放松警惕之后 消炎又一个字从嘴里说出 爆 滔天巨响声中 吞星魔皇的腹部 出现一个碗壮大小的窟窿 那邪灵刀 直接被消炎震碎成无数的邪气碎片 旋即焚烧成虚无 而吞星魔皇自身 也被那恐怖的地盐 冲击给振飞了几百丈人 吞星魔皇三颗头颅 皆是喷出黑色的液体 而位于中间的那颗头颅 看着消炎 眼神已然没有了刚才的那般狠命 消炎 你今日放过我 我保证 日后不再找你斗七大陆的麻烦 我甚至可以跟我的族群说起 让你成为 就算是在狱外邪卒之中 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 消炎缓步朝着吞星魔皇的方向走去 每一步的踏出 吞星魔皇都感觉自己距离 消炎的距离近了几十丈一般 好像自己这一片空间 都是在朝着消炎的方向快速磨动的 不需要 域外邪卒欲侵略我斗七大陆 本就该赶尽杀绝 对于这种潜在的威胁 消炎可不会有当初驼舌古地 对魂族的那般富人之人 当杀则杀 而就在这个时候 消炎身后的一火宝 突然有一些伞 大千世界的位面坐标找到了吗 就跟空间坐标类似 之所以可以凭借着空间通道 快速传插于两地 正是因为 有着两处空间坐标的建立 从而在两地形成特有的空间隧道 而卫面之间也是如此 当初驼舌古地 以一火榜为斗七大陆 作为连接大千世界的卫面通道 现如今 一火榜有了反应 就说明 斗七大陆 已然找到了大千世界的卫面通道 而反观此时的吞天魔皇像是 看见了救命稻草一般 怒亨道硝烟 我是杀不了你 但是现在大千世界 还有着诸多卫面 在我域外协族的手中 只要我释放出消息 我的那些族人 一定会找到我的方位 到时候你和你的斗七大陆 都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消炎眼神正惊望着 现如今近乎疯狂的吞心魔皇 那你现在就去死了 变分尸浪齿 只见消炎挥动着手中的 一火横骨齿一齿 朝着吞心魔皇的方向 怒屁而下 现如今 到了消炎的这个境界 即使随意一击 都是媲美外界天阶 高级陡击的存在 生猛的齿风 伴随着凶猛的地岩 直接轰击在 吞心魔皇黑色的躯体之上 将吞心魔皇的身形 都直接打遍形了一块 吞心魔皇又是猛地吐出 一口黑血 大笑着望着消炎 嘿嘿嘿 太可惜了 你杀不了我 旋即 在消炎目瞪口袋之下 那吞心魔皇 竟然左右两只手掌 皆是化作刀刃 朝着自己双肩处 那两颗头颅砍了下去 而与此同时 那两颗头颅 看见吞心魔皇 要对他们动手 也是眼眸中 充斥着震惊的神色 吞心 你敢 吞心 手起刀落 两颗球状大小的头颅 落在了吞心魔皇的双肩之上 吞心魔皇原本维米的气息 变得更加虚弱 当初陀射谷地 还在大千世界的时候 以自己陨落为代价 斩杀了三明天魔地 那三明天魔地的 融合而成的生命种子 伴随着陀射谷地 转世的生命种子 一起来到了斗气大门之上 没想到吞心魔皇 竟然如此丧心病狂 连自己的同伴 都下得了这般狠手 现在到了你们 贡献自己最后价值的时候 放心吧 待到我逃出生天 会记得你们的功勋 善待你们的种族的 说完 吞心魔皇嘴中 开始念动起咒语 两颗头颅在咒语的催动之下 开始放化成为液体 旋即吞心魔皇将那两颗头颅 朝着天空的方向 抹个一跑 斜之藏美 到来吧 我的伙伴们 在这无尽的虚无空间之中 一道比起这虚无黑暗 还要暗的空间通道 在虚无空间的正上空 快速显现 那两颗头颅 被丢到了那空间通道中 则是迅速产生 阵阵空间波动 传向了外界 萧炎见状大惊失色 这抖地空间 是完全封锁的空间 他不知道 这吞心魔皇是如何办法 眼见着空间波动 迅速通过 卫面通道传播出去 萧炎此刻 也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你阻止不了 斗气大陆的毁灭 也阻止不了 大千世界的毁灭 带到我的援军到来 便是你 还有你的斗气大陆 覆灭的日子 萧炎紧紧拽着 手中的一伙横骨齿 但在那之前 先将你斩杀在这里 说吧 便是见到萧炎身形一闪 一击冲天而上的锯齿 朝着吞心魔皇的方向 怒掌而下 其声势 似乎可以贯穿苍穹一般 吞心魔皇健壮 内心的恐惧 让得他全身都没办法动他 这家伙 对自己下了必杀之心 一敢 可就当萧炎的齿锋落下之际 那虚无空间之中 一道黑白双眼闪掠 而触挡在了 吞心魔皇的身前 萧炎一齿落下 却是像感受到 某一种特殊的撞击一般 齿锋和那黑白双眼 碰撞到一起 萧炎的身形 都是后退了十几步才站立 何人多管闲事 吞心魔皇健壮 大喜过望 看见这道黑白双魔炎 如同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在下吞心天魔地 百是心魔族族长之包地 敢问是哪位强者赶来救你 在下定当禀报兄长 雨以后报 大道黑白双魔炎 迅速幻化 成为一个身穿黑色袍服的老者 那老者眼中黑色漩涡转动 甘雅的声音 仿佛可以刺伤灵魂 看了一眼身后的吞心魔皇 冷声到吞心了 我曾经听信魔族族长 邪性魔地说起 当年大战陨落 没想到今日见到 却是如此了 这里是 一处下卫冕 那老者扫视了一眼周围 随即说道 但当目光转移到 萧炎身上的地炎的时候 却是停在了门 小子 火焰不错 没想到这下卫冕 还能诞生出这样的奇才 若不斩杀 日后说不定会成为 我域外邪族的威胁 你是谁 萧炎怒恒说道 只见老者身上黑白魔炎 循环燃烧低沉说道 本座圣天魔地 32大族圣魔族族长 天魔族 圣天魔地 萧炎眼神呆愣住了 几秒钟的时间 随即深深吸了口气冷笑了一声 小子 莫不是吓傻了 见到本座还下跪求饶 圣天魔地甘雅的声音 带着一种强者降临的风范 这样的周遭空间 都是为之倾倒 尤其是那黑白魔炎 就算是虚空之中的虚空能量 接触到火焰周遭数十丈距离 都会瞬间被焚烧成真空 萧炎双臂环绕目光如炬 盯着那圣天魔地 阁下不是本体降临 若是本体降临的话 倒是会让我忌惮 而现在虽然给我的威压十分强烈 但是却仅仅只是 以吞心强了那魔地 圣天魔地黑白瞳孔 打量了一下这个 丝毫不畏惧自己的黑山青年 在过往的岁月里面 无论是在大千世界 还是在狱外邪族之中 凡是提到他的名讳 皆是让人闻风丧胆 但是没想到 今日却对眼前这个黑山青年 毫无作用 真是无知者无畏 不过也很正常 你这下未免的小蝼蚁 根本不值得本作亲自到来 现在本作也只是灵体的 一道投影而已 实力不足本体的千分之一 可对付你却是足够了 分心魔皇听到 圣天魔地这般言词 也是哈哈大笑道 哈哈 硝烟 今日圣天魔地大人降临 便是你的死期 可就当吞星魔皇的话音落下之际 圣天魔地身后缭绕的火焰 迅速凝聚成为一只黑白双色的巨手 朝着吞星魔皇的头颅抓了过去 一声鼓劣的声响 那吞星魔皇的脑袋 直接炸裂开来 黑色的血液 顺着黑白魔炎 进入到圣天魔地的身体之中 不过片刻的时间 原本还算是比较健硕的 吞星魔皇的身躯 就直接干瓶 成为一张皮 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得硝烟也无比震惊 什么 硝烟惊声说道 这当初让驼蛇谷地如此苦战 以及刚才差点将自己 逼入绝境的吞星魔皇 就这样被圣天魔地的投影 一招了解了 圣天魔地嘴角微微扬起 似乎是在享受着 金血充赢自己的快感 抱歉 本座降临 需要消耗不少本人之力 这点金血 就当是本座出场的废物 你尽敢 我的兄长 不会放过 吞星魔皇柜趴在地上 身体快速干扁 化作金血 融入到圣天魔地的身形之中 听到吞星魔皇所说 圣天魔地冷笑道 除了无主圣神 谁来本作都不放在眼 而且现在邪星天魔地 正在执行一场 很重要的潜伏任务 可没心思管你这不成器的东西 说吧 吞星魔皇的金血 便是完全融入到了 圣天魔地的身体之中 看着此时 吞噬了吞星魔皇后 实力大涨的圣天魔地 硝烟紧攥着手中的锯齿 小子 能打败我域外邪族的强者 是因为那些废物太弱 可不是我域外邪族无能 今日便让你所在的小卫面 彻底负面 以此来为我域外邪族证明 你的下场 不会比吞星魔皇好多少 虽说此时的硝烟 可以说极为紧张 但是整个斗七大陆的气域 皆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无论是为了什么 这个时候 都不能选择退让 看见硝烟有着这般勇气 圣天魔地 倒是投来了欣赏的目光 真可惜 你不是我域外邪族的人 不然的话 本座一定重用你 但你是大千世界下卫面的 本座便不能给你机会 尽升上卫面的 只见圣天魔地 最后一句话说完 双掌之上 两道火焰在黑白之间 来回转化 好似形成一个轮回似的 灼热的温度 使得周围充满黑暗的虚无 都开始出现了歪曲的景象 阴阳暗魔兽 伴随着圣天魔地的手掌 不断的搓合 手掌间的火焰 在虚无黑暗之中 快速凝聚成为一个兽形的模样 那黑白双色的巨兽 仰天怒笑 头颅形似魁牛 身形剑兽如比 每一步踏出 皆是毁灭了一方虚无空间 好似若是使出全力 完全可以将硝烟创造的 陡地空间直接毁灭 硝烟望着那 斜着毁灭之威而来的巨兽 眼神异常凝重 拳击紧握手中一火横骨齿 朝着那阴阳暗魔兽的方向 劈砍而下 绚烂的地炎之火 碰触到那 恐怖的洪荒巨兽 二者在这虚无空间之中 奔射出强横的毁灭冲击 将那一方空间 接震的碎片不堪 炙热 这是硝烟的一火横骨齿 碰触到那黑白魔炎时候的直观感受 这还是硝烟晋升成为 陡地层次之后 第一次感受到肉体的灼痛之感 这黑白双魔炎 看上去 品质应该不比自己的地炎要弱 可硝烟知道 现在这黑白魔炎 只是圣天魔地 依靠着灵体投影之力 带到斗气大陆上 如果说本体来到这里的话 或许就算是自己的地炎 也不会是这火焰的对手 想法一念而过 待到日后 去往了大千世界 一定要获得圣天榜上面的火焰 来增强自身 不然的话 未来再遇到圣天魔地这样的强者 可不一定是灵体投影吧 或许面对的 就是圣天魔地的本尊 空间爆裂产生的能量冲击 将硝烟的身形 震退了几百米 而与此同时 那圣天魔地所幻化而成的巨兽 也被硝烟的一火红骨齿 直接一分为二 看着手中一火红骨齿上面的地炎 也跟着退去 硝烟知道这一招看上去 是自己取得了先机 但实际上 自己根本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反倒是圣天魔地原本平静的面容 变得有些不淡定 不错的火焰 竟然可以和我的圣魔炎的 一缕本原子火相对抗 年轻人 这是什么火焰 硝烟手掌猛然一抖 地炎再次笼罩玄众使 凝聚成为一火红骨齿 沉声道号 另外我 圣炎共主 地炎 两字落下 就连圣天魔地手中的黑白圣魔炎 都有点不淡定 不过这一种不淡定 并不是 类似于之前的那种普通火焰 对于一火的膜败 而像是一种战役 好名字 圣魔炎遇到了 可以与他抗衡对手时的兴奋 感受到圣魔炎的兴奋 圣天魔地也是瞟了一下手中的火焰 冷恒到我这圣魔炎 可是本座修炼万千年 才修炼出来的本源之火 就算是子火 也是与本体心意相通的 没想到 居然能遇到一个 让我圣魔炎子火 还要兴奋的对手 小子 看样子 今日便是留你不得了 说吧 便是见到那黑白圣魔炎 直接从圣天魔地的手中脱离 也就是这个时候 硝炎闭上双眸 身上的火影 也是逐渐褪去 伴随着一火横骨齿 褪去光泽 再次变成玄重齿 收入到硝炎的那节之中 一道小小的身影 再次出现在了硝炎的跟前 硝炎嘴角微微咧起 看着那飘在自己肩膀上的小婴儿 笑道小一 你回来了 之前竟连妖圣剥夺的 只是属于他本身的记忆 而驼射古地带走的 则是除了本源的全部 因为他 本身就是地炎的一部分 除了地炎本源以外 其他的东西 都是不纯洁 需要完全消除的 此刻 小一就是地炎 地炎就是小一 除了服从硝炎以外 小一将不会再产生 任何其他的灵质 小一望向天空之上 那再次凝聚成为 黑白火焰魁牛的圣魔炎 眼神之中 也是充满着战略 随着身形快速变大 只见到小一脚掌 一踏朝着那圣魔炎子火的方向 冲了过去 一场火焰之间的比拼 就此开始 蚝蚁 还以为在下未免得到了一些成就 并配合我们 未等圣天魔地说完 只见一道无形的阴波 朝着自己的方向 狂风而来 火焰要分个高下 你这一道 灵体我今日也收了 黄泉天怒 大千世界一处破败的未免 从虚无空间望去 此未免辽阔无垠 比起斗气大陆 都大了数十倍不止 可未免之上 却是黑暗有动 大令人心计的邪气 环绕在整个未免之上 而在未免大陆之上 大一个个身体穿着黑色甲皱 但外形却酷似野兽的士兵 正无意这个未免上的原住民 未免上死气沉沉 空气弥漫着血液的味道 凄厉惨叫声 哀嚎声 遍布整个未免大陆 可越是靠近未免中心 这种哀嚎声越少见 虽说死气更为浓郁 但这未免中心 却给人一种凄美的婉转感觉 坐落在未免的正中心 有一座巨大的宫殿 宫殿绵延数十万里 可即使如此 宫殿之中所弥漫的邪气 仍然在不断外移 在巨殿居中的位置 有32道黑色王座成拱形 向着两侧延伸开来 这些王座之上约莫有着20道 分别坐落着巨大的魔影 魔影吞吐间 滔天的魔气不断外移 在其身后各不相同的魔像 散发着无边无际的恐怖魔威 而位于魔殿正中心位置 坐着黑影 其身体表面 被一道虚幻的魔炎所卵罩 这魔炎看上去玄幻无比 时而漆黑如墨 时而散发着洁白之光 二者流转变化 显得极其诡异 那魔影的面庞 与此时正在斗其大陆 与萧炎交战的圣天魔地 倒是完全的抑制 可魔殿之中的这道魔影 所展现出来的气息 却是不知道 比萧炎所面对的那一道 要强悍多少位 魔殿之中 这黑白魔炎环绕的圣天魔地 冷哼一声 旋即露出一股清笑 而位于其身前不远处的暗天魔地 见到从来不苟言笑的圣天魔地 突然露出这副表情 深紫色的双眸 随之稍稍颤动了一下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 面对暗天魔地的询问 圣天魔地先是一致 随即冷笑道 没什么 一道灵体在下未免 发现了不错的火焰 带到这里的事情完结后 看样子要亲自跑一趟了 闻言 其周遭诸多魔影 皆是兴奋起来 黄笑道等到将大千世界完全的占领 那些下未免 还不多被我域外协足所掌握 那些未免所有的宝物 都将属于我域外协足 圣天魔地听到这种言论 嘴角的笑容也是更加明显 不过在此之前 还需细心谋划 无神所留下的49道生命印记 现如今仅仅只剩下两道 无等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希望诸君牢记 若是在这接下来的2000年时间里面 无等无法救出无神 那么 无等的末日也就到来了 圣天魔地看着那32道王做魔影 并没有做满 眼神之中满事不悦 暗天魔地眼神 也是朝着那些未满的作为妄趣 圈养的邪灵族奴隶 最近出现了叛乱 有几个去镇压了 相信用不了多久 最近又有一人闯我魔影 新魔族去解决这件事情 其余的魔地 应该都是去为无神苏醒 而去准备足够的文样 圣天魔地闻言 眼神之中的怒火 这才平息了一些 虽说几天后 进攻北光之秋 不一定非得救出无神 但是一定要给 大千世界的土著重大的打击 狮魔族族长黑师天魔地 听到圣天魔地所说 旋即眉头紧皱 身后尸魁散发出 阵阵恶臭的死气 像是在表达着不满 可那些死气 在接触到圣天魔地的圣魔炎 却是直接被焚烧成了虚物 这次不全力以赴 救出无神 万一最后 就当黑师天魔地 最后一句话还没说完 伴随着一声巨响 在场所有的天魔地 皆是当场震惊住 只见到圣天魔地 死死抓住黑师天魔地的脖梗 撞在了大殿一道石柱之上 那石柱碎裂向外 散发着淡紫色的灰光 这一击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的强大 但是对于黑师天魔地而言 他刚才仿佛感受到了 一种极致的死亡气息 这种死亡气息 就算是自己都比不上 好强大 黑师天魔地这才意识到 虽说自己和圣天魔地 同属于天魔地的层次 但是圣天魔地的实力 已然远超出自己 毕竟圣天魔地的血脉 和域外邪族共主邪神大人 买是一脉传承 没有万一 知道吗 圣天魔地死死 抓住黑师天魔地的火梗 盼着无法挣脱的黑师天魔地 轻笑着说道 黑师天魔地 被圣天魔地这一击震的那脏兜 解祸碎 随即快速点了点头 一切都听你的 语霸 圣天魔地这才缓缓一开 自己满是圣魔炎缭绕的手折 感受着自己火梗上 那么圣天魔地会 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击杀 毕竟圣天魔地已经很久都没发火了 到了这最后的时刻 圣天魔地必须要给自己立一下威 看样子 圣天魔地的立威十分有效 在圣天魔地缓缓走回到自己的王座的时候 那些原本趾高气昂的天魔地族长 皆是一个个收起了自己的锋芒 很好 看样子 大家也十分急切地想救出无神 还请各位族长 好好约束自己的步骤 若是在惹出什么岔子 可莫要怪本座翻脸不认人了 你说是吧 一魔族族长 大人 最后二字落下 将下方一处魔影精的 直接趴在了地上 连忙回应我族 定当紧急教训 不会再有未面之主诞生的事情发生 斗气大陆虚无空间中 小一与那圣魔炎子火 将这开辟的陡地空间 完全变做了火焰的海洋 在这火焰之中 时而有着绚烂的火焰 在这火海之中翻腾 时而有着黑白双色的火焰 在火海中盘旋 消炎和圣天魔地的投影 屹立在火焰海洋之上 二者的气势 平分秋色 如黑夜白昼一般 小子 仅仅凭借下卫焰的手段 对我造不成任何的伤害 你的火焰倒是不错 可惜你的实力 仅仅媲美大千世界的至尊敬美 这下卫焰的能量层次太低了 不如你加入到我域外邪卒的阵影 我保你地位 比那吞心的地位还高如何 消炎刚才对着这圣天魔地 施展了一记黄泉天怒 恐怕就算是吞心魔皇那种 曾经挨上我 也不会很好说 但是这圣天魔地挨了一记黄泉天怒 竟然没什么事 消炎意识到 这灵体的投影应该不同于灵魂 否则黄泉天怒的威力 不应该如此的积累 可这也侧面反映了 这圣天魔地本体的实力 究竟有多么的恐怖 仅仅只是灵体投影 还不是灵魂体 便可以有这样的实力 那么 若是本体降临 恐怕就算是不出手 仅仅只是降临 都可以让整个斗七大陆的未免 都随之崩坏 又是一个招揽的吗 要是五等斗七大陆 甘愿贝尔等无意 那吞心魔皇 也不会花费如此多年的时间 都无法成功 我现在身为斗七大陆的未免核心 怎么会愿意与尔等为伍 圣天魔地闻言 思索了几秒钟的时间 你说的对 那你去死吧 本座既然降临这里 这里便没有任何的生机可言 此话说完 圣天魔地身上的邪气有动 旋即一股血气 从圣天魔地的四肢百骸中涌出 瞧着那血气的模样 正是刚才吞噬的吞心魔皇的样子 那吞心魔皇 发出凄厉的惨叫之声 可圣天魔地如冲耳未闻般 直接将那道血气捏碎 与自身的魔气结合到一起 形成一柄紫色与红色交织在一起的长枪 血是邪灵枪 能比本作施展出 当年我还在历练的时候 使用不懂武器 算得上你最大的荣耀 而与此同时 硝烟也是再一次拿出了自己的玄重纸 只是这一次没有了地面 故而这黑尺看上去极为普通 在上面 只有一层硝烟磅礴的斗气跑步 上面每一道刀痕掌印 都是硝烟这一路上来成长的印象 那阁下可莫要让本帝失望 硝烟沉声说道 刹那之间 在这圣魔岩与地炎交织的虚无空间中 圣天魔地不断挥舞手中的长枪 长枪之中 散发而出邪气猛然扩散 瞬间便是将这一片天地笼罩 即使身处于圣魔岩和地炎双重火焰的炙烤之下 那邪气也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猛然间 数十头凶兽 从那邪气之中爆射飞出 硝烟望着那几十头凶兽 每一头的实力 皆是不弱于半步斗地层次 而且 单论能量层级来说的话 它们自身的能量 已然可以媲美于斗地层次 一道灵体 便有着如此的能力 若是本体降临 将会是何等的恐怖 若是一头猛兽 换作斗地层次的强者 还算可以应付 可是数十头这样的猛兽降临 就算是当初刚成为斗地的硝烟 也会束手无策 不过还好 硝烟此时 已然完全传承了 驼射谷地全部的修为 此时的实力 已然超脱了陡地层次 只见到硝烟脚掌 塌立在一片火海之中 眼神如古井无波般 望着那邪兽群 万千天地能量 在硝烟手掌中 玄重驰骑身上快速凝聚 玄机猛然朝着 那邪兽群奋力一挥 燕分尸浪尺 刹那间 斗气大路之上 电闪雷鸣 恐怖的音爆之声 将竹坤等数十位强者 联手布下的空间防护罩 完全震碎 只见到一人猛然一口鲜血吐出 望着那碎裂的天空 惊呼到硝烟出事 硝烟哥哥 硝烟 古轩和采玲 一口同声说道 古轩走到嘴角微微 渗出鲜血的古人跟前 将古人缓缓掺起 问到父亲 又发生什么了 刚才硝烟哥哥 不还好好的吗 便是见到古人摇了摇头 我也不清楚 但是刚才那道虚无空间之中 有一股很强的能量冲击 将五等阵盖 应该是硝烟在里面 与谁正在交战 而且这种阶别的战斗 我们无法参与 现如今 硝烟实力大增 在斗气大陆之上 还能与之抗衡 就在这时 穿着一身素衣 身姿窑窍 浑身上下 皆是散发着幽子毒气的小衣 先开口说道 看着其担忧的面庞 竟丝毫不比轩 彩灵青多少 竹坤望着 那天空之上的空间裂缝 虽然太虚古龙族 对虚无空间穿梭 极其擅长 但仅限于斗胜层次 而硝烟开辟的是 抖地空间 当初在驼舌古地洞府 就算是亲近 古猿竹坤二人之力 都无法在古地洞府之中 开辟空间隧道 现在硝烟的实力 远胜抖地层次 那么 硝烟所开辟的抖地空间 也就远不是如今 太虚古龙族所能破坏的 或许日后 太虚古龙族抖地强者 有可能做到 放心吧 刚才的能量冲击 虽说十分猛烈 但我可以感受到 硝烟并没有落下风 我们就在这儿 安心等着硝烟出来吧 一尺落下 斗气大陆雄魂的天地之力 直接将那几十头邪兽 拦腰斩断大半 陆河游身齿 玄机在那一尺落下后 硝烟的身形 迅速变化作无数火焰光影 每一道光影 皆如同一道池影锋芒 朝着邪兽群席卷去 陆河游身齿的单体威力 并不如燕芬氏浪齿 可胜在池影众多 当初燕芬氏浪齿等级 也不过地阶低级 而陆河游身齿 则是位于地阶中级 虽说此时在硝烟的手中 既是堪称神迹的存在 但是陆河游身齿的整体威力 还是强于燕芬氏浪齿 陆河火 伴随硝烟一道齿风劈砍之下 无数天地能量所汇聚而成的万千齿风 犹如天火流星般 冲向圣渝的邪兽群落中 不过只是刹那之间 原本兄弟无比的邪兽群落 便是被硝烟的两道陡计 完全屠杀殆尽 灰色的血液 滴落在这虚无的空间 那帝炎与圣魔炎交织的火焰之中 完全粉尽 看见自己的攻势受阻 圣天魔帝原本十分自信的眼神 瞬间便开始严肃了起来 他没想到 眼前这个下位面至强者 居然可以抵挡着他的攻击 而且令得他更没想到的是 那名为帝炎的火焰 在自己的圣魔炎面前 还可以抵挡这么久的时间 按理来说 自己的圣魔炎 乃是自己的本源之力所凝聚 即使是在狱外邪卒之中 也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就算是一缕子火 其微能 也是可以让一座下位面 瞬间崩坏的存在 可如今自己的圣魔炎现身的瞬间 不仅未曾让这下位面崩坏 而且还被眼前这人的火焰给拖延住 圣天魔帝第一次在内心有了挫败的人 这怎么可能 看着下方那与圣魔炎 缠斗在一起的火焰小衣 圣天魔帝的眼瞳之中 产生了一面触动 这一小动作 也被硝炎禁收眼底 伴随着战斗的进行 优势逐渐朝着硝炎的方向 逐渐偏移 只见到圣天魔帝 用一种十分奇怪的眼光 看着这虚无的空间 仿佛眼前的景象 其实不应该是 这下位面的能量层级 竟然比我想象的要高 应该是大千事件 哪个凡人的老家伙加固过吧 否则就算是本作的 一道灵体降临 也该足够将这里直接毁灭了 听到圣天魔帝所说 硝炎心中所想 那圣天魔帝所说的老家伙 应该就是驼蛇谷地 除了驼蛇谷地以外 硝炎实在是想不出来 还有第二个可以知道 那传说之中大千世界的存在 你得遗言交代清楚 现在该是上路的时候 硝炎轻蔑笑道 此话同样也是引起了 圣天魔帝的嘲讽之声 就算只是 本作一道灵体的残影的实力 无法斩杀你 可是以你这不过 堪堪迈入至尊敬的实力 想要斩杀本作 面对圣天魔帝的嘲讽 硝炎并没有理会 而是指了指下方 圣天魔帝朝着下方望去 那原本和小姨缠斗着的圣魔炎 竟然开始落入下风 什么圣天魔帝不可置信说道 硝炎副手而立 退后了两步 圣天魔帝这才注意到 硝炎身后 那高达千丈直通苍穹的异活帮 从异活帮之上 圣炎天帝嗅到了一丝危险的味道 下卫面的卫面至尊 虽然论底欲修为 是无法和上卫面强者抗衡的 但是在自己的卫面 那些卫面至尊凭借的 可就不只是自身的力量 而是整个卫面的力量 女霸 硝炎的身体表面 开始散发出异议的光辉 那光芒照耀在地眼之上 仿佛给小姨注入了新的力量一般 而与此同时 斗气大陆之上所有的强者 在感受到这股能量波动的时候 纷纷像是受到了某种召唤一般 朝着中周 那道卫面空间裂缝之中 注入自己的斗气 卫面之主 虽说现如今硝炎的实力 仍然是在陡地层次 或者是视为之尊敬 但是有了整个卫面的加持 此时硝炎的实力 已经不能用传统的实力 曾经进行估量 别说是本座的本体降临 就算是本座的一道灵体降临 也可以顷刻之间 覆灭你这卫面之力 只可惜 吞心那个废物的能力 只能承载本座灵体的一道残影 该死 圣天魔帝一生怒不可乐 他还从未在任何的战斗之中吃过亏 即使是自己的灵体的一道残影 也可以轻松解决 一座大陆的卫面至尊 从而统治 掌控一座卫面大陆 在域外邪卒 侵略各个大陆的时候 最讨厌的一种情况 就是 卫面之主的诞生 若是出现卫面之主 除非实力远超出 这个卫面的强者出手 否则根本不可能 顺利将这座大陆占领 而如今圣天魔帝遇到的 就是这种情况 硝炎此时 已然成为了这座 斗气大陆的卫面之主 自己在想要击杀他除非 既然这斗气大陆 已然出现了卫面之主 杀了你 这卫面生机 也就完全断绝 你也不可能臣服于本座 那就只好将这座卫面 时间抹除掉 就当硝炎疑惑之解 便是见到这圣天魔帝灵体的残影 竟然开始膨胀了起来 这家伙竟然想要以 自爆一道灵体残影的方式 毁掉斗气大陆 硝炎看着那圣天魔帝 不断虚幻的身体 瞬间便是猜出了 圣天魔帝灵体幻影心中的打算 虽说眼前的圣天魔帝 只是其本体的灵体的 一道残影而已 但是 实力已经是超出至尊镜的强者 如果不是硝炎 依靠着整个斗气大陆的卫面之力 与之对抗的话 或许还真的没有任何的机会 但如今 圣天魔帝已然得知 硝炎乃是斗气大陆的卫面之主 那么接下来 无论战斗的胜负 皆是没有任何的影 倒不如毁了这片大陆 也为日后 省去了一些麻烦 域外协足的目标 可不是斗气大陆 一座下卫面 但是如果因为一座下卫面 而被绊住了脚 那可就有些得不长生 硝炎朝着小一怒吼道 不要让这家伙召回圣魔炎 小一朝着硝炎的方向 一一挖了两声 随即一口朝着那圣魔炎 所化的魁牛牛角处 咬了过去 圣魔炎可谓是强横无比 可小一一口咬下去 却是直接将那牛角的一部分 硬是咬了下来 圣魔炎想要摆脱小一 回到圣天魔帝的身体之中 却根本磨动不了半分 硝炎望着那圣天魔帝身体之中 黄暴的能量 身形闪现到了一火榜的跟前 眼瞳之中 显露而出的犹豫之色 像是在做什么决定 旋即不过几次呼吸的时间 无奈摇了摇了头 算了 等就等吧 也不差这点时间 与霸 硝炎的手掌 放在了那一火榜之上 一火榜上 那闪闪发光的金色光束 刹那间 便是转移到了硝炎的身上 在金色光束 涌入到硝炎身体的瞬间 硝炎同时也是感受到 一股无比强横的力量 在自己的血脉之中运动 这就是未免核心之力 火射谷帝曾经告诉过自己 未免核心之力所凝聚的一火榜 买是日后斗七大陆 通往大千世界的未免坐标 算计吞星魔皇 交出未免核心之力 也是为了让斗七大陆 连同大千世界的速度可以加快 而如今 硝炎要动用这股未免核心之力的话 那么 斗七大陆 虽说可以连接大千世界 但是这时间也会延缓不少 可如今 斗七大陆面对的域外协阻 无论是能量层级 还是总体实力 都远超斗七大陆 甚至超过大千世界不少 仅仅只是这灵体的一道残影 都让得硝炎陷入到苦战之中 如果斗七大陆 就此被这一道灵体的残影给毁灭的话 那么驼舌古地所做的万年谋化 也就此失败了 看着硝炎的气势不断地提升 圣天魔地黑白双色的眼瞳 也是开始颤抖起来 身体之中的能量 同样在不断地膨胀 该死 这斗七大陆绝对是有高人维护 那吞星竟然明知这斗七大陆 会诞生未免之主 却知情不报 真的是该死 圣天魔地近乎癫狂说道 此时其狼狈之状 竟不比当初吞星魔皇癫狂模样 好上多少 硝炎的身体 在未免核心之力的注入之下 同样也开始膨胀起来 能量的漩涡 在硝炎体内焚掘的运转之下 不断积蓄 只见硝炎双手紧钻着玄仲齿 此招是我成为斗地强者后 融入斗七大陆 未免核心之力创造的招式 用在你这天魔地的灵体残影上 也不算融入了它 炎神祭灭传 硝炎高举玄仲齿 金色的光芒 随着硝炎玄仲齿的齿身 直达虚无空间那遥不可及的天际 伴随着硝炎的木 那一齿落下 似乎整个虚无空间的天地 都直接一分为二 无尽的黑暗之中 形成一条没有任何能量 任何物质的真空地带 而圣天魔地刚想出手阻挡 便见到那齿风 从自己的身体表面直接划过 圣天魔地的身体表面 一块血肉掉落下来 随即化作紫黑色的光点 被下方的火焰轻蚀了去 硝炎对吧 再到日后 我域外协足攻陷大千事件 本座定当真身降临 好好招待招待你 随着圣天魔地的身形 不断坠落化 紫色光点消散而去 这一方抖地空间 终于是迎来了久违的吻病 硝炎身上金色光晕 也是快速褪去 未免核心的力量 实在是过于庞大 若不是自己刚刚晋升 成为未免之主 否则就算是以自己 抖地层次的实力 在接收到未免核心之力的瞬间 也会被其瞬间称暴 只见硝炎大口喘息着 望着身后的一伙宝 再看向下方 那还在与小伊缠斗的圣魔炎子火 只见其一掌 朝着那圣魔炎本人的方向 目空而去 原本圣魔炎子火 与小伊巷站处于下风 但并没有被小伊所压制 可见到硝炎一掌袭来 再加上望见 圣天魔地灵体的残影 逐渐融入到虚无之中 圣魔炎似乎像是 有生命般为之一阵 但一掌轰在了 圣魔炎子火所发的魁牛之上 强横的掌印 直接将圣魔炎身体表面洞 穿出一个巴掌的空洞 小伊抓住机会 小手朝着那圣魔炎的方向 折了一转 无尽的地炎 顺势便是 将那道圣魔炎 直接吞噬进了自己的身体之内 硝炎望见这一幕 也是喜笑颜开 飞到小伊的身前望着 那被困住的圣魔炎子 火笑着说道上未免 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看着这圣魔炎的紫火 竟然都可以和地炎有来有回 除去实力本身的原因 这圣魔炎的境界 放在那大千世界的圣炎榜 应该也不算低 先拿这道紫火试试焚绝 是否可以再次进化吧 说吧 小伊所包裹着的圣魔炎的躯体 一起涌入到了硝炎的身体之中 硝炎随即开启焚绝的运转 开始炼化体内的那圣魔炎的紫火 万魔殿之中 圣天魔帝像是感应到什么似的 身体表面那一层黑白转换的圣魔炎 也是开始躁动起来 飞到圣天魔帝的跟前 幻化成为了个穿着半黑半白袍服的老者 该死的家伙 竟然敢炼化我的紫火 圣天魔帝 你的灵体残影 也被那个家伙给灭掉了 你要不要随我一起出手 那圣魔炎瞳孔意思 圣天魔帝也是深深吸了口气 若是放在瓶石 应当派遣一道灵体 将那座大路直接毁灭 但是那道下卫免 似乎再和另一半主体相远 我们在这个时候强行进攻 会引起那些大千世界的老家伙注意 现在已然到了 我族复活无神的关键时期 这种小事情 还是不要过于在意 一个小卫免的卫免之主而已 能掀起多大的锋芒 可最近不知道 为什么大千世界的下卫免 诞生卫免之主的频率 有点高的初期 一魔族同样来报 他们所负责的下卫免 也是出现了卫免之主 圣天魔帝为言 微微点了点头 这件事情 我已经吩咐按天魔帝处理 在入侵下卫免的时候 不要给对方一丝喘气的机会 否则每个卫免都诞生卫免之主 到时候无神复活后 无等若是没有足够的食物 可以让无神快速恢复实力 这样的罪责 可不是我们能担得起的 听圣天魔帝说完 圣魔炎也是无奈冷哼一声 旋即回到了圣天魔帝的身体之中 只见圣天魔帝的眼瞳 望着面前那无尽的虚无 冷声说到千年 再有千年的时间 无神就可以军灵这个世界了 到时候 北荒之秋 西天之殿 万寿森林 任由你们是什么古族 神族都将匍匐在我域外协足的脚下 大千世界一一生灵 终将沦为我域外协足的母 一时间 万魔殿原本死祭般的民众 被圣年天地这肆无忌惮的笑容所充斥 死气弥漫 绵延千里 中周大陆双帝风上 传闻这是当初炎帝硝炎和魂天帝一战将斗气大陆大陆中周 一分为二形成的深渊 重新聚合所形成的山峰 山峰直达云霄 有着强大的能量屏障阻碍 没有斗圣层次的实力 根本没有登上封顶的可 不过这里并没有成为任何斗圣强者 证明自己能力的正当之地 因为在封顶之上 代表着大陆最顶尖实力的斗圣强者 已然站在了双帝风的顶段 那些人的目的 也不是来到这个地方 去证明自己的实力 而是一个个 将目光皆是对向双帝风上的破裂的空间 当才斗气大陆上 致九星斗圣巅峰的谷原竹坤下 智斗之气一段 皆是朝着那道空间裂缝之中 注入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力量 那种力量更不畏 就算是当初炎帝和魂天帝大战 最后二者的碰撞 都未曾展现出那种力量 所有的人能量联合在一起 其威力不可为之不可怕 在场的众人皆是深喘着粗气 身心疲惫地望着天空 他们已经不想再去想象 硝烟此时面对的是什么 他们只是希望时间可以加速 加速到硝烟回到他们的身前 望着那缓缓闭合的天空 双帝风上所有人的心脏 皆是提到了嗓子眼的位置 直到一道身穿着黑色衣衫 身形十分消瘦的身影 从天空缓缓落到地面之上 众人悬着的心 这才放了下来 硝烟哥哥 硝烟 炎儿 众人一股脑的皆是围了上去 彩琳和轩儿拉住此时 已然有了实质肉身的硝烟 眼神之中满是担心的神色 抱歉 出了点事情 回来得晚了 万火朝拜 一火绑再现 硝烟传承卫面核心 成就卫面之主时候的光辉 何其令人心潮澎湃 可荣耀往往也伴随着危机 在看见硝烟涌入那未知的 虚无卫面空间后 散发出强大的能量波动 众人内心又何尝不受 那末日降临般恐惧的支配 可好在硝烟回来了 那就证明一切都过去了 是出了什么事情 在采灵轩儿幽怨的眼神之下 硝烟一只手抱着硝烟 一只手抱着硝烟 脚尖轻轻一点 来到了心域的意识大厅之中 调成看着此时 享受为人妇为人妇的 喜悦之时询问 硝烟见状摇了摇左唇 随即将硝烟放到了采灵的跟前 将硝烟放回轩儿的怀里 是出了点事情 不过都解决了 硝烟并没有说自己 在那陡地空间之中的遭遇 要是告诉众人 自己在陡地空间之中 遇到的每一个域外协毒的强者实力 都是远胜陡地层次 而且轻易便可以覆灭 整个窦气大陆 那么一定会让窦气大陆 陷入到恐慌之中的 在硝烟成长之路上 耀成可以说 陪伴硝烟极长的时间 对于硝烟的这些小表情 耀成一眼 也是知道怎么回事 故而 耀成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只是轻笑着点了点头 解决了就好 硝烟也是嘴角轻微 等动了一下 各位 现如今窦气大陆的未免坐标 已然和尚未免相连 可毕竟已然断开 联系几万年的时间 所以 修复未免坐标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故而还需要一些时间 一火榜乃是 窦气大陆未免核心之力所在 也是硝烟未免之主 强大实力的来源 但是在修复未免坐标的过程中 硝烟为了击杀 圣天魔地的灵体残影 不得不动用了 未免核心的本源之力 本源之力的缺损 只能依靠着未免自身来修复 虽然并不会影响整个窦气大陆 但是窦气大陆 和大千世界未免坐标的连接的时间 必然不会短 在窦气大陆之上 两个地方的空间坐标 若是长时间 没有斗宗以上的强者 注入空间之力 也会造成空间坐标日益损耗 最终空间应急完全消失 在听到硝烟的解释之后 在场的众人 也是没有任何的怀疑 纷纷点了点头 对于古元竹坤二人来说 其实成不成为斗地层次 已然无所谓 古元虽然自己不是斗地层次的强者 但是他有一个斗地层次的女婿 而竹坤经历了 被驼舍古地封印千年之后 对于成就斗地这件事情 看得也是很开 每天除了黏着紫妍 恨不得将自己一身斗气 都注入到紫妍身体以外 根本没有第二件事情 看到在场的众人 对自己没有任何的怀疑 硝烟轻声笑了笑 我硝烟在此地跟众人保证 二十年之内 肯定可以恢复未免坐标 到时候 斗地层次将不再束缚大家 二十年 众人听到这个消息 皆是未知一振 原本他们想的是 硝烟在斗地空间之中 应该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事情 这才从回来到现在 皆是愁眉苦力 但是听闻只需要再等待二十年的时间 便可以完成未免通道的修复 那么也就意味着斗圣巅峰 将不再是那些天之骄子的拦路门槛 二十年之内 达到斗圣巅峰 冲击斗地层次 便成为了在场众多强者的素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彩玲妖娆的身形一闪 纤细白皙的手指 在硝烟的胸口轻轻一划 硝烟 二十年 我可没时间等 彩玲 什么意思 硝烟看着彩玲 缓缓靠近自己 露出这一副妖媚的姿态 内心有些紧张说道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补薰也是缓缓走上前 俏皮笑道是啊 硝烟哥哥 二十年是不是太长了 硝烟望着两女 慢慢朝着自己走近 即使身为大陆之上的巅峰强者 也是露出一脸的忍耐 硝烟可不知道 自己刚才哪句话说错 在场的强者见到这场景 纷纷干咳几声 看透不说透 倒是抱在古猿怀里的萧玲 用着乃音笑着喊道 是婚礼 婚礼 萧玲的喊声提醒了萧玲 萧萧也是跟着起哄起来 婚礼 婚礼 萧颜苦笑一声 自然是不敢忘记 我萧颜曾经说过 要给二位娘子 一场拳斗期大陆 最为盛大的婚礼 自是不敢 让两位娘子 等待那么久的时间 听到萧颜所说 萧轩和彩玲 像是说好了 似如愿以长积了下场 大功告成 经历了双帝之战 中州繁华不在 反倒是原本地处荒芜的西北地域 因为出了一个萧颜的缘故 成为斗气大陆之上 无数强者向往的圣地 在萧族再一次 将自己居住的空间 迁移到西北域加满帝国 这个原本依靠着嘉行天 一个九星斗皇 苦苦之称的皇室帝国 如今成为了大陆之上 每一位斗圣强者 都要经常光顾的地方 而如今嘉行天 河海波东二人 可没心思管理这些事情 皇室已然交到了妖夜的手中 这位皇室里说一不二的女皇帝 虽然只有着斗宗层次的实力 但却是没人敢招人做的 而米特尔家族 则是交到了亚非的手中 这位整日坐镇 加马圣城的米特尔家族的组长 尽管靠着无数丹药辅助 只有一星斗皇层次的实力 但是通过特殊的手段 他却是可以掌控 整个大陆所有帝国势力的经济命运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归功于他们与萧炎的关系 加马帝国一处偏远之地 嘉行天和海波东二人 躺在一处山巅堂椅之上 静静享受着日光 我说家老头 你皇室一档子事情 不管了 非得来扰人清静 海波东平静说道 一旁仍然穿着一身 马袍的嘉行天文言 眼神鄙视了一番海波东 这里可是加马帝国 什么地方是我不能去的 你想要闲雨掩赫 倒是可以换个地方 喂 嘉行天的气息明显要比海波东强大一些 显然是已经有了陡尊层次的气息 只见海波东换了个姿势 躺在躺椅上 根本不想理会嘉行天 将手伸向旁边自己的烟杆处 咦 都怪你个老家伙 让我分信 忘带烟草了 可话音刚落 烟杆之中 却是传来阵阵烟草的熏香 海波东朝着另一边望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 生前已然站着一个人 将自己的烟杆里面 放上烟草 并且点上 你是 但是 嘉行天并没有感受到此人的气息 说明此人的实力 应该是远在斗尊之上 不过看到这个年轻人头顶上的纹理 海波东和嘉行天马上就反映了过来 萧族的小辈 只见那个年轻人 朝着嘉行天和海波东的方向 恭恭敬敬敗了一拜 在下萧云 奉族长之命 请两位老前辈 参加族长与萧族两位主母婚姻 就当海波东和嘉行天诧异之计 便是见到两份金铁 从萧云的那截之中 飞到了海波东和嘉行天的手中 时间过得真快 当初那个还需要我们帮助 一起杀向云兰宗的小子 现在已经成长到大陆的巅峰 听到两位老前辈的感慨 大名为萧云的萧族小辈 也是嘻嘻一笑 族长的光辉事迹 在族那老一辈的强者口中 不知道听了多少人 眼下见到了那些人口中的真人 此时萧云的内心 可谓是极其的兴奋 那个萧云哼哼唧唧说道 这么磨叽 可不像是萧族的小辈 萧炎当初若是像你这般 在乎脸皮可不会有如今的成就 海波东迅赤道 萧云连忙点头 族长还说 让我去米特尔家族 以为锻炼一段时间 我去找雅飞爷 雅飞爷说他做不了主 让我来找您 海波东爷爷你放心 族长已经封了我五星斗圣的斗气 这三年时间里面 我只有五星斗黄的使命 海波东无奈点了点头 三年吗 这小子 今日西北地狱特别热闹 中州前往西北地狱的空间重动 天天也是人满为患 看着这景象 倒像是一场中州强者 前往西北地狱的大迁徙一般 整个大陆 就连一个仅仅拥有斗灵首领的宗门 都是收到了炎帝的情节 当那些斗尊老怪 看着那些斗灵层次的首领 拿着和自己一样的情节 也是不免内心不平衡 凭什么一个小小的斗灵 可以和老夫平起平坐 那些斗灵首领 拿着手中的金铁 就好像是拿着上方宝剑一般 丝毫不畏惧那些斗尊老怪 炎帝大人说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获七少年穷 闻炎 那些老怪也只能吃哑巴亏 毕竟要是这个时候选择冻水 那就是在和炎帝作对 而与炎帝作对的下场 就是和整个斗七大陆作对 估计到时候 自己宗门就连一只蚯蚓 都得被竖着切成两半 自己也得被错骨粮灰 萧炎是有些富人之人 但是可不代表他身后的势力 加码盛成一处空间之地 早在三日之前便是开启 那是萧族的陡地空间 平常那些人别说是陡地空间 就算是梅族 炎族 古族 妖族那样的斗圣空间 都是没机会的 这几日却是大饱眼福 那空间大门上面的字体 一些强者看上去格外眼熟 那分明是匾额之上 原本应该是谷地洞服 而如今却变成萧族二字 看样子 这陡地空间 乃是当初谷地洞服 被萧炎改成这个样子的 不过以萧炎自身的能力 想要创造一处这样的空间 也不是男士 可要准备婚礼 也只好借用谷地的洞服了 否则的话 或许整个加玛帝国都 不够装下这么多的人 焚炎谷 火云老祖 唐震 唐火前来恭贺炎帝大婚 星云阁 风贤 青鸾前来恭贺炎帝大婚 萧族的子弟 在空间之门的门口 一个个迎接到来的门客 就算对方只是一个大斗师 都被那些斗圣层次的强者 笑脸迎进了萧族的空间之中 而那些仗势欺人 插队 自视甚高的强者 想在萧族门撒野 也被那些萧族的子弟 倾笑着一巴掌 扇飞极远的距离 如此持续了一日的时间 到了晚上 萧族的空间之门 才先有人志 随即萧顶萧丽二人 关闭了萧族的大门 只见众人 皆是齐齐聚在一座 偌大的大殿之中 若是没有一点实力 或许走都需要走一个时辰 才能到头 而那些强者 自然是抢先占据着 最前排的位置 那些弱者 也只能自认倒霉地 坐在最后 而最前排两排的位置 则是留给了天府联盟 远古种族 以及魔兽种族 那些人基本上 都是有着斗圣层次的气息 虽然等待了一天的时间 但是每个人的脸上 丝毫没有不耐烦 反倒是期待感满满地 看着那大殿正中心的位置 所有人摒弃名神 望着那大殿的正中央 只见到一道白光闪过 那原本已然是黑夜的天空 刹那之间 化作白昼 绚烂的火莲 从天空之上徐徐降落 犹如大日降临 火莲缭绕着彩色的光芒 让得每一个观望着他的强者 仿佛血脉之中 那波容的杂质 都被焚烧干净似的 一个身穿着黑金色袍服的青年 缓缓从火莲之中走了出来 面带微笑 每一步地踏出脚掌之下 皆是郁郁出一朵火焰所化莲花 在场很多炼药师 一眼便认出 那是曾经一伙的气息 而现如今 硝烟已然融合 斗骑大陆所有的异火化作帝人 坟主 炎帝 下方的一些强者 见到此人从火莲之中缓缓走出 内心未曾经是联军 是天府联盟的一员 而无比骄傲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那个无数次在朋友 炎盟 天府 魔兽族 斗骑大陆联军发生危险时 犹如神明将士 将他们从地狱拯救回来的 斗骑大陆未免之主 硝烟 火焰莲花 在硝烟身后徐徐绽放 帝炎释放出 二十二道不同颜色的光运 打在硝烟的身体表面 使得硝烟的此刻气质 犹如神奇降临人间 让得在场的众人皆是看待了眼 云云望着天空之上 那缓步走向大殿正中心硝烟 眼眸之中闪过的 并不是如今光彩夺人的炎帝 而是当初在魔兽山脉 遇到的那个少年 那个带给自己第一次情愫 以及又让自己感觉到 有那么一丝无赖的少年 看着云云那遗憾的眼神 身前那蓝燕燃 也是苦笑着低笑 她虽不后悔 自己当初 为了和硝烟的整个婚事 但是看着如今硝烟的成就 内心也是无比咽现那鼓轩和彩音 小一先坐在最前方的位置 看着那天空之上的火焰 脑海之中 也是浮现起过往的所有画面 从相识到一起 为抗拥兵团 再到分别蜀年后 三族围困加马帝国 重逢硝烟 一起闯荡中周 封印恶难毒体 一切的一切 是将我的一生 从恶难中拉出来的贵人 祝你幸福 小一先轻声自言自语道 硝烟身形缓缓落到地面之上 朝着在场所有人 轻轻行了影 在硝烟轻微公邀之际 整片天地 仿佛都是颤抖了一下 在场的所有人 在感受到这一幕 都是觉得十分的震慕 下方的硝顶硝立 以及一众硝家族人 看着此时位于中心的硝烟 眼瞳之中除了骄傲 就是骄傲 硝家曾经只是加马帝国边缘 乌坦成的一个二流家族 在整个斗七大陆 五流都算不上 正是因为硝烟的出现 才让得整个曾经 以然消失的硝组 后败的硝家 再一次振兴起来 硝烟扫视了一眼 下方的亲旁好友 转身望向大殿的另一端 两只手掌轻轻浮动 在一方天地的空间 竟开始扭曲起来 在硝烟目光所及之处 一边则是散发着 九彩颜色的光辉 绚烂无比 家人身着艳红色 紧身紧袍 紧袍之下的郊区 犹如那成熟的蜜桃一般 渗透出淡淡的五味 而另一边 则是散发着艺艺精光 家人身着金红胶织的长裙 气质出众 使人望上一眼 都觉得是在亵渎天上先 二女头戴凤冠红纱 相视一眼 同时朝着硝烟的方向 缓缓走去 如此绝美佳人 任何一位的气质容貌 都是倾国倾城般的存在 斗七大陆之上 也唯有硝烟同时 配得上两位佳人 只见硝烟同样也是 朝着二人快步走去 即使相处的时间很长了 可见到两位佳人内心的炙热 还是让的这位炎帝大人 都是躁动难耐 也是引得下方 一众来宾的哈哈大笑 硝烟来到彩玲和薛儿的身前 看着两位佳人 此时望着自己动情的样子 只见硝烟一手拦住一人的腰枝 朝着下方快速飞去 硝烟哥哥 硝烟 在感受到硝烟如此这般野蛮的举动 五薛儿和彩玲也是同时哼道 但是下一刻 两位佳人却是同时倾校出生 这一路走来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薛儿本是古族的天之娇女 而硝烟 曾经只是一个落魄的硝祖子弟 若是放在硝祖还在 或许会与薛儿相陪 但是可惜 硝祖当时被魂族所灭 硝祖也就成了原古种族之中 地位最低的存在 甚至不配原古种族称号的存在 可硝烟却一直相信 硝烟成为盖世的强者 以无敌于天下的姿态 将他迎娶过门 而如今 硝烟却是不负他所望的 来到了他的面前 彩琳与硝烟 可谓是一段孽语 曾经彩琳 可是加马帝国赫赫凶明的 美渡沙女王 以窦皇巅峰的实力 以及手段狠辣的蛇蟹美人著称 却是因为阴差阳错的缘故 在晋急吞天网后 被硝烟带走人体 这才和硝烟的修炼之徒 产生了联系 再到后来 炼化与落星年 被硝烟夺了身子 发现怀有身孕 有了硝烟的骨肉 原本的凶名赫赫的美渡沙 彻底蜕变成为了硝烟的妻子采玲 成为大陆的巅峰 我做到了 守护好我们的未来 我做到了 给你们一场斗气大陆最大的婚礼 我 做到了 看着两位绝美的家人 硝烟此时语气 也是开始坑坑巴巴起来 采玲和薛儿 见到有些羞涩的硝烟 皆是脸颊微虎 一败天地 声音落下的瞬间 原本明亮的天空 瞬间变作了九彩之色 似乎整片天地都在祝福新人 二败高堂 高堂之上 肖战和古元二人相识一笑 心照不宣 得子如此 福复何求 得序如此 福复何求 夫妻对拜 送入洞房 萧炎挽着两位新娘 而采玲和薛儿 像是说好了似的 一人搭在萧炎的一只肩膀之上 猛地往下按了下去 萧炎并没有开启任何的斗气方 直接直至躬身一拜 而采玲和薛儿二人 则是轻轻一拜 萧炎愣神看着二女 眼神有点猛 看什么看 我是女王 对 我也要跟彩玲姐姐学学 我也要当女王 看着两女如此有默契 萧炎也是一阵无奈 抖了抖肩膀 岁月如梭 时间未曾因为任何人而有所停留 不知不觉 距离双帝之战 已然过去了十数年的时间 在乌坦城中心的位置 一座庄园处立 隐隐间 有着小孩的嬉闹声 从中传出 视线越过高墙 只见得在那其中的庭院中 几道小孩在其中翻滚西山 咯咯地笑声 响个不停 在庭院的石椅上 青年双臂枕着后脑 嘴中叼着草根 微眯着眼睛 享受着那温暖的日光 在青年身旁 身着淡青色衣衫的女孩 一对如玉般的修长束手 灵巧地拨开一颗水果 然后轻轻地放进青年嘴中 做完这些 女孩刚欲起身 却是被一只手臂 直接揽住仙妖 在其一声叫呼声中 扯进了怀中 然后狠狠地 在女孩脸颊上吻了一口 让得她脸颊顿时飞红了起来 铃儿还在呢 昨晚彩玲姐姐没招呼好你们 薰儿轻笑着 像是在调笑一般 闻言 萧炎眼瞳 也是停滞了几秒 随即咽了口口水 今天轮休 妮子你就别当真了 院落之中 突然窜出一个小男孩 见到这个场景 双手插腰 爹 你又欺负娘 我要告诉彩玲娘 小兔崽子 敢威胁你爹 一边玩去 萧炎翻了翻白眼 随手一挥 一股进风朝着萧灵吹拂而出 见状 萧灵体内顿时爆发出一股 极强的斗气糊涂 不过可惜 在那股斗气进风吹来 还是将萧灵吹飞了出去 你呀 薰儿不由拍了萧炎一下 萧炎笑了笑 一双深邃的眼眸望向天空 看样子时间要到了 萧炎哥哥在说什么 薰儿朝着 萧炎所看的方向望去 却是什么都没有看法 只见萧炎 把头轻轻转了过来薰儿 几万年前的诸神黄昏 葬送了当时所有的斗地强者 但是在那之前的斗地强者去了哪里 不知道 应该是去了上卫面 薰儿将一块苹果 放进萧炎的嘴里 旋即说道 萧炎望向天空 除了去上卫面 我想不出其他的地方 现在上卫面的卫面坐标 我感受到其具体的位置了 相信用不了多久 我便可以捕捉到 那上卫面的空间坐标 可是 萧炎哥哥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斗地层次 但若是想要捕捉到 那上卫面的卫面坐标 想来 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 古薰儿接着问道 萧炎沉默了片刻的时间 当初与圣天魔地一战 动用了部分卫面核心本源的力量 但并没有伤及根本 萧炎虽说是那卫面之主 但是并不了解 卫面核心本源的力量 是如何恢复的 或许只有 到了那大千世界 将自身的境界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才可以了解卫面核心的真相 萧炎目前有着卫面之主的实力 可是能稳定发挥出来的实力 却仍然是陡地层次 薰儿 其实那天 萧炎将双帝之战那天以后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跟薰儿说了一遍 从驼射谷地的主托道 对战吞心魔皇 再到后来 面对圣天魔力 萧炎将自己所知道的 一切皆是告诉了薰儿 就在这时 一声冷冷的干咳声 传到了萧炎的耳中 彩琳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了院落前 萧灵见到彩琳拉着萧萧倒来 笑嘻嘻朝着萧萧跑了过去 萧萧 姐姐 滚 彩琳摸了摸萧萧的毛袋 你带着灵儿先出去 杨琳和爹爹有话要说 闻言 萧萧满脸不悦 看着萧灵那录着大门牙的笑容 揪着萧灵的耳朵 就走出了院里 彩琳并没有责怪萧炎 而是一个顺步来到了萧炎的跟前 将手掌放到了萧炎的胸膛之上 像是在感受着什么 薰儿也是露出了一脸的担心 此时彩琳 虽说只是七星斗圣巅峰的实力 但是九彩吞天莽 天生对于血脉的气息 便是十分的敏锐 比起八星斗圣中期的薰儿 自然也是强了不少 彩琳姐 发现什么了没 薰儿询问道 彩琳美眸注视着满脸尴尬的萧炎 只见萧炎黑黑一笑 望着两位美人 旋即 薰儿和彩琳一人揪着一边耳朵 好大的胆子 竟敢瞒着我们 若是不说 说不定哪天是不是准备着直接爆炸 毁掉整个萧组 听见彩琳的话语 萧炎也是露出无奈的表情 你们两个能不能先把手放下 哼 赶紧老实交代 你对那圣魔炎子火 究竟有没有把握练花 听到彩琳霸道的语气 古薰儿也是猛地点了点头 当初小一 还是竟连吆火的时候 吞噬了虚无吞炎的子火 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甚至还获得了一丝吞噬之力 但是萧炎融合了22种意味 成为帝炎 即便如此吞噬了那一道圣魔炎的子火 竟然还是在萧炎的体内 未曾被帝炎炼化 可见圣魔炎的品质 在此时的帝炎之上 如果说 以后萧炎得到其他强大的火焰 继续净化焚绝 或许有机会将帝炎的品质提升到极限 但是如今 这圣魔炎 无论是对于萧炎 还是对于斗鸡大陆而言 都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但域外协足的天魔地所产之物 定然不是寻常之物 即使只是一道圣魔炎的子火而已 萧炎被二女压在糖尾之上 思索了片刻的时间 这十数年 我一直都未曾放弃炼化这一道圣魔炎 放心吧 只需要再过半年的时间 我便可以完全地炼化这一道火焰 从而达到净化焚绝 到时候 依靠着净化焚绝获得的实力 估计便可以精准捕捉到上位面的位面坐标了 彩琳和古轩 同时怒哼一声 从萧炎的身上缓缓下来 天府联盟走步 自从半年前 萧炎进入到那石塔之中 无数的强者 便纷纷停留在此地 直到三天前 萧炎从塔中现身 盘坐在塔外 中州之上众多强者 才时隔十数年 第一次见到那个传说之中的男人 炎帝萧炎 古元兄 你说萧炎说的是真是假 竹坤询问道 古元也是无奈摇了摇头 上古年间 斗地强者众多 可不是只有诸神黄昏的时候 陨落的那些 凭借着斗气大陆 那些属于上古年间强者的气息 想必萧炎 可以找到上位面所在的位面坐标 我比较担心的 就是那圣魔炎了 听萧说 那圣魔炎即使是一道紫火 萧炎想要炼化这道紫火 都是花费了十数年的时间 天府联盟的一众强者中 尤其是耀臣在得知此事之后 一直都是保持着那种担忧的眼神 这半年间 他几乎是一直守在石塔之外 唉 这小子一直都不让人省心 耀臣看着不远处盘 坐着的萧炎说道 一旁的风险 倒是打句说道 持续了整整半日的时间 终于是在夕阳斜落时 突然泛起了阵阵奇异的波动 无数人平住呼吸 目光震惊地望着这一幕 随着时间的推移 萧炎周身所散发出那奇异的波动 愈发明令 只见到萧炎陡然睁开双眸 强横的气息 瞬间从萧炎的身体涌现出来 一道光柱伴随着阵阵天雷 从空中射向萧炎额头闻里的位置 光柱所过之处 空间破碎 刹那间天空之上 再次出现了那久违的空间通道 而曾临的窦气大陆 所有人都为之震撼的一火榜 穿过那道空间通道 再次降临人间 可这一次 一火榜上面散发的 不再是冗杂的火焰气息 只见炫彩的光芒 从一火榜石碑之上散发而出 仿佛是破开了位面空间的束缚 出现在了那天地之间 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焚绝 明 萧炎轻声说道 旋即身形缓缓上升 身上原本炫彩的火焰之中 竟然有着一黑一白两道火焰 环似在萧炎地炎的跟前 旋即快速融入到地炎之中 在那黑白火焰融入地炎的下一刻 众人纷纷感受到 此时萧炎的气息 正在节节攀升 只是此时斗气大陆最高层次 只有斗地层次 故而无法感受到 萧炎实力具体提升了多少 感受到一火榜索散发出的能量波动 受到最大震撼的 则是古人和竹坤 甚至于萧炎气息的提升 都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在这种能量波动 那种气息是 元气 那早已在斗气大陆上消失的元气 也是进入陡地层次必备之物 整个天地 都是在此刻安静下来 竹坤和古猿张着嘴 心头如同泛起惊涛害浪感 一火榜的再次出现 让得二人分明感受到 那驻足千年的实力 有着掌动的趋势 灵魂深处地传来一种极其强烈的激动 那种激动告诉他们 若是从一火榜之中 进入未免通道 在其中 他们的实力必然会有所突破 骄炎身形落回到地面 深深呼出一口气 平静多年的漆黑眼眸中 也是在此刻涌上了火热 原本冷却的血液 仿佛都是在现在沸腾了起来 结束 果然也是一种开始 数万年前 投射谷地以自身陨落为代价 阻止域外协足斗气大陆 并且将未免核心之力 导向一火榜之上 唯有斗气大陆气运之人 才能将一火榜 作为未免坐标 导向大千世界 数万年后 骄炎不负投射谷地所托 重新连同大千世界 和斗气大陆的通道 将上未免的能量 通过一火榜 抽取其中本源之力 变成元气 为斗气大陆再次出现 斗地前者 注入了新的生机 转眼间 距离硝烟打通未免通道 已然过去了七十余年的时间 在这七十余年里 硝烟并没有选择离开斗气大陆 未免通道虽然已经被硝烟打通 但是刚刚凝聚的未免通道 并不是十分的稳定 若只是硝烟一人前往上未免 则不需要这般在意 会在未免通道发生什么意外 但是若带着薛儿采灵 那么就必须稳固未免通道 在这段时间 硝烟也是帮助薛儿和采灵 一起突破了陡地层次 花宗就职 因为联盟同化的缘故 如今的花宗 也算是彻底融入了联盟 不过一些花宗的老人 依然是喜欢 留在这个安静的地方 花宗后山 一道倩影雍容而立 月白色的裙袍 勾勒出那洞门的曲线 显得分外的诱人 老师 在女子身后 一道身着浅色衣衫的女子 轻声叫道 燕然 有什么事吗 身着月白色裙袍的女子 偏过头来 露出一张擒着 雍容优雅的美丽俏脸 正是云运 望着那张美丽 而充满着韵味的俏脸 大蓝燕然心中轻叹了一声 这些年步伐诸多在中州大陆上 颇为名望的强者 以及势力首领 对云运表辜过爱意 不过可惜 却无一人能够有着半点的进展 她心中清楚 在云运的心中 那个人的影子 恐怕极难根除 即便如今的她 已经有了七世 萧妍送来了一句话 纳兰燕然轻声道 她的话音刚刚落下 她一直都是平淡如水的云运 却是骤然转身 那般反应 看得她再度苦笑一声 什么 云运的声音 不知觉得有着点点颤抖 她说 你可愿意再回家马帝国 纳兰燕然微微一笑 笑容有些酸涩 云运也是震了下来 背齿紧咬着红唇 美眸突然的有些湿润 那里 一直都是她最为怀念的地方 那里 不是云蓝山 而是魔兽山脉 加马帝国 青山镇 如今的青山镇 比起当年 无疑是要繁华许多 借助着魔兽山脉的地势 倒是有着越来越多的 佣兵驻扎在这里 而这之中 除了因为此地 进入魔兽山脉容易之外 便是另外 在那青山镇中 有着一个医馆 医馆并不大 但在那里 只要你还有一口气 便是能够让你继续 不断乱跳得出来 而这里 也几乎是所有青山镇人 最为敬略的地方 医馆之前 中年都是被拥挤的人群所挤满 这些人 有的是受伤的佣兵 有的则是从外地赶来的伤员 不过在这里 有着一条铁一般的规矩 无论你的身份如何的高贵 在这里 只能领号排队 当然 这般有些嚣张的规矩 在出使时 自然是引来了不少冷笑与不现 不过在当一位违规的窦皇强者 当着众人的面 莫名其妙地 拥有着何等可怕的手段 这次以后 在无人将这里的规矩 视为无物 医馆之中 有着一方简单而整洁的木桌 在那木桌之后 有着一道身着白色衣裙的女孩 安静地端坐着 阳光从屋顶倾斜而下 照耀在那张 擒着轻柔微笑的脸颊上 那般美景 看得面前所做的伤员待了下来 回家将要熬成之夜 敷在伤口便好 白衣女子轻柔一笑 将手中的药包 倾放在桌上 青丝如铺般的青线下 显得青春动人 那般气质 让得那些来到这里 满身血气的人 有些自残性贵 伤员拿着药包 失魂落魄地离去 脑海中 始终都是浮现着 那温柔的笑容 如此女子 那般温柔 光是看着 心中的烦躁 仿佛都是会诞下 见到前一位伤员离去 后面所排的人 顿时大喜 然而就在他要上前时 一道身影 突然从一旁走过 先一步地 便是坐在了椅子上 你找死 见到居然有人插队 所有人都是愣了好片子 然后个个都是暴怒了起来 面带杀气地望着那道人 敢在这里捣乱 这家伙找死不成 请先排队吧 白衣女子偏着身子 头也不抬地 整理着一旁的药物 轻柔的嗓音 让得人如沐春风 见到他这般反应 后面不少人都是暗自冷笑 这家伙 再不走就要倒霉了 不过 就在他们冷笑时 那如同无赖一般 坐在椅子上的人 却是突然黑黑笑道 关系这么好 排队就不必了吧 这个混蛋 竟然敢出言调戏 听得这句轻薄的话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了起来 这家伙 真是蠢或不成 他还真以为 这看起来柔弱的女子 是寻常女子吗 一道道目光 开始带着怜悯地盯着那道身影 一些人 甚至都是低碳摇头 当然 自然也少不了一些 因为此人冒犯心中的 不可亵渎的仙子 眼中充满着愤怒之人 然而 就在这些人 准备等待着 看一场悲剧发生时 那片头整理着要服的白衣女孩 如白玉般的诉说 却是突然一抖 震了一瞬 翘脸急忙转移而过 顿时 一张泛着笑容的熟悉脸庞 便是出现在了她的眼中 当下背驰 便是轻咬上了红唇 一个人走了 也不怕孤单啊 身着黑衫的男子 轻笑道 她的话 让得后方愤怒的众人突然一愣 而还不带他们回过神 白衣女子的清零嗓音 便是俏皮地响起 让得所有人 都是如遭雷击的呆滞了下 你不肯陪我 我只好自己走了呀 飞山男子烧了烧头 望着那灵动双眸中 有着点点暗淡的白衣女子 苦笑了片刻 终于是道 那跟我住到乌坦城去 白衣女子言准轻笑 美眸却是泛起点点温润 唇角有着一抹温暖柔和的弧度扬起 加玛帝国帝都 加玛圣城 今日对于加玛帝国 甚至整个西北地域 都算是一个颇为重要的日子 因为严蒙两年一度的拍卖会 将会在加玛圣城展开 这拍卖会 极其盛大 而其中所拍卖的物品 也是属于顶尖层次 每一次的拍卖会 不仅会吸引来西北地域各方势力 以及强者 甚至连其他地域的人 都是慕名而来 而拍卖会的地点 则正是在加玛圣城中央位置 那里 是以往米特尔家族的总部所在 高高达数百丈的水晶天穷之下 坐满着密密麻麻的人影 活爆的气氛 一直将拍卖会维持在高潮 当然 气氛之所以会这般热烈 倒并非全是因为拍卖物品的缘故 而与人 也是有着很大的关系 那是一位身着红色旗袍的妖娆女子 合体的裙袍 将那丰满成熟的曲线 凸显得淋漓尽致 其一平一笑间 也是展露着无尽的成熟风情 当然 在座的人虽然不少 都对台上的游物美人 有着一些念想 但他们 却是明白 此女可并非是什么花瓶 联盟之所以能够在西北地域如此强盛 不少功劳 都是倚仗着她的经济手段 她手下的产业 遍布着整个西北大陆 而且 她心中的情报系统 也是能够将你所做的任何事情 调查得一清二楚 这个女人 虽说修炼天赋并非很强 依靠着丹药 方才达到窦皇层次 但在她的手下 却是有着无数的斗宗强者 誓死笑命 这等本事 谁敢说其事花瓶 这个女人 在西北地域 有着一个特别的称呼 金之女皇 另外 她的名字 叫做米特尔雅非 拍卖台上 雅非略带一丝慵懒地望着 那花费了物品数倍价格 将其拍卖到手的人 不由地倾笑摇头 旋即从那界中 取出一卷泛着骨气的卷轴 苏玛的声音中 透着无尽的妖娆 天接低级功法 雷动绝 三十一起拍 她的话 立刻便是在拍卖场中 引起了一些骚动 不少人目光都是有些火热 不过也不知道 那火热 究竟是因为卷轴 还是因为人 不过天接低级的功法 在这里 显然还是拥有着不小的重量 因此 不少宗派势力 都是跃跃欲试 有着想要争抢的架势 三十亿 能不能便宜点 然而 就在即将起拍时 一道不合时宜的笑声 突然的响起 让得所有人都是愣了一愣 旋即失笑出声 谁这么蠢 当这里是菜场吗 还讨价还价 一道道目光顺着声音移动 最后停留在了前排的一处地方 那里原本空着的椅子上 不知道何时出现了一位 身着黑山的青年 台上的雅飞 同样是因为这突然的声音这么正 美眸转向那椅子处 然而 当其目光望着那一道 擒着笑容的熟悉脸堂时 手中那卷价格不菲的 天接低级功法 便是在啪的一声 掉落下地 三十亿 再加个人的话 行不行 黑山青年望着那比起当年 显得越发成熟的爵士游 笑吟吟的道 这话一出 不少人面色都是微尘的小人 拍卖场的一些护卫 已经面色阴沉地迅速靠拢 然后对着那黑山青年而去 他们已认定 此人是来捣乱的 然而 就在不少人坐着看好戏时 那台上的雅飞 却是正正地 望着那对于当年相比 依然清澈的黑色双眸 伴上后 他轻咬着红唇 脸颊上 浮现一抹魅惑众生的妩媚笑容 可以考虑啊 他的声音 在拍卖场中回荡着 而后 那原本沸腾的拍卖场 便是瞬间鸦雀无声 那些护卫 也是在此刻将了脚步 一脸的目染 东中洲 北离成属十里之外的一座凉亭 三道人影坐于其中 举目间 略微地有些迫不及待 柳青 他真会来吗 凉亭中 一道身着灰衣 面色有些凌厉的男子 舔了舔嘴 开口道 林彦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这么急脾气 在一旁 一位身着轻衣的男子 微微一笑 显得颇微地温雅的道 林修雅 听说你在青天 承建了一个牙帮啊 身材高壮的柳青 笑着道 如今的他 也是柳家的掌舵人 眉宇间 倒是有着不少的威严 玩玩罢了 林修雅轻笑道 男登大雅之堂 跟那个家伙相比 连根毛都不算 呵呵 林修雅 这话可不像是你能说到 林修雅的话音刚刚落下 凉亭中 便是响起一道熟悉的笑声 旋即一道身影 便是这般毫无征兆的 出现在了凉亭之中 一身黑衫 赫然便是硝烟 你这家伙 总算是现身了 见到硝烟出现 三人脸庞上 都是涌现喜风 快步走上 一人一拳 打在前者胸膛上 嘿嘿 我竟然打了炎帝一拳 真贪娘的威风 林修大笑道 见到这分别数年的好友 硝烟也是爽了一笑 手一抓 树坛烈酒 便是出现在亭中 别说废话 无罪不归 好 今日就陪你 三人也是大笑出声 毫不客气的结果 仰头猛贯 梁亭中 四人大笑对影 笑声传出 在这亭间 显得粪外的洒脱 月色攀盘上 林燕与柳琴 都是烂醉如你 不顾风度地躺在地上 他们并没有使用斗气 抵御酒气 他们想要畅快凌厉的最上一场 接下来打算去哪里 林修雅脸颊有些泛红 她望着硝烟 笑着道 逛了这么久 也有些累了 硝烟笑了笑 抬起头 望着那轮明月 道 离开的时间到了 以后有事情 就去天府联盟 我已经关注过他们 这个背景可有些骇人 看来当年跟你去加马帝国 还真是选对了路 中州中心双地风尚 硝烟携彩琳和薰儿 站在这大陆最巅峰的位置 望着远处无尽的虚空 薰儿看着此时的硝烟 轻声笑了笑 相信父亲和竹坤前辈 也该快来了 本来打算我 一人前往上位面探探前路 你们也要一起跟来 要是遇到危险该怎么办 硝烟担心的不是别的 上位面危险重重 那域外邪族的强者 再次淋漓尽致展现了出来 本王可从来不需要你的保护 而且这一路走来 大多时候都是本王在保护你 对啊 彩琳姐姐说的对 现在我们也有了 陡地层次的实力 而且父亲和竹坤前辈 也是达到了陡地层次的实力 在斗气大陆待的时间 也不会很长 反正去那上位面 也是迟早的事情 比起让硝烟哥哥一人犯险 五位陡地强者 一起去上位面倒是会安全不少 数万年间 斗气大陆因为元气的匮乏 而一直未曾诞生陡地强者 而未免通道的打开 让这一片大陆 与大千世界相连 大千世界的能量层级 比起斗气大陆要高很多 通过地炎的炼化 提纯其中最为精纯的元气 涌入斗气大陆 自此 陡地层次再也不是阻挠 斗圣巅峰的天剑 古元 竹坤 彩琳 薛尔 还有当世治强者炎帝萧炎 五位斗气强者 相聚在双帝风 这在斗气大陆的历史中 可是绝无几名 只见萧炎无奈抖了抖肩膀 看了看天空之上 那盘旋在卫面通道旁的一波板石碑 萧炎兄弟 你叫安安心心 把心放肚子里面吧 太须古龙族有着紫炎 现如今 紫炎前不久 也是突破了九星斗上 以他龙皇血脉的天赋 成就斗地 也就是五十年以内的事情 我先去那上卫面 给他探探风 古族也因为薛 和我成为斗地强者 而实力大增 古清阳继承古族族长之位 我还是比较放心的 古元和竹坤先后收到 萧炎轻微点了点头 随即从那戒之中 掏出四个灵魂玉片 分别注入了自己的灵魂力 其余人健壮 也是掏出了自己的灵魂玉片 也是注入了自己的灵魂力 虽然卫面通道 经过几十年的温养 已经十分稳定 但是我们谁都没有 亲自穿梭过卫面通道 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危险 现在交换灵魂玉片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也好知晓各自的安危 众人纷纷点了点头 旋即开始交换 各自的灵魂玉片 再将四人的灵魂玉片 放入到那戒以后 萧炎手指 朝着天空之上的一伙绑 轻轻一点 便是见到 原本位于天空之上 那偌大的石碑 瞬间炸裂开来 形成一道宽阔无比的空间通道 只是这道空间通道 所散发出来的空间波动 异常强大 一瞬间 中洲之上所有的人 都是齐齐朝着 双地山的方向望去 五位斗地 天佑我斗气大陆 炎帝万岁 天佑我斗气大陆 萧炎看着身前的四人 双手拉住彩玲和薛儿的手掌 笑道到了那片天地 我们将不再是致强者 准备好了吗 萧萧和萧灵两个小家伙 在这个世界 也算是致强者的存在 其实我们不在 估计也没人敢招惹他们 薛儿欲手 紧钻着萧炎说道 只见在一股强横的斗气拖动之下 萧炎几人的身形快速升起 整个斗气大陆的人 都是可以看到 那双地风上闪烁着的九彩的光芒 那恐怖而又神圣的气息 引得无数人皆是跪拜而下 恭送炎帝 恭送组长 天佑联盟之中 躺在堂椅上的要劳 感受到这股奇异的能量波动 也是嘴角微微上的 小家伙 老师我相信 就算去了那更高层次的 上位面也会成为盖世的强者 等到我也突破了斗地 小家伙 可要在那片上位面 陪老师 我打下一片阳王的地方 光芒只是持续了片刻的时间 伴随着一伙绑 那无数石块再一次聚入 斗七大陆的卫面通道缓缓关闭 当硝烟的几人的身形 踏入到了那卫面通道之后 一股极其恐怖的重压 便是直接作用在了几人的身上 无尽的空间乱流 从硝烟几人的眼前快速划过 但与斗七大陆极其相似 但是空间之力 强盛无数倍的卫面通道 展现在了硝烟等人视线之中 在这卫面通道之中 即使硝烟等人 如今已然是陡地层次的实力 而硝烟的实力 更是达到了卫面之主的层次 在递进灵魂的感知之下 也不过只能看见 方圆千里以内 那无尽的黑暗 感受着周遭空间乱流 所带来的死记 即使硝烟等人 有着陡地层次的实力 也是感受到一种十分强烈的压 硝烟哥哥硝烟轻声说道 只见硝烟紧紧拉着彩铃和硝烟的手掌 用一种十分温柔的语气说道 没事的 这卫面空间乱流 虽然十分强悍 但是并不能对我等造成任何的损伤 竹鲲看着这四周强横的空间乱流 以及死记空间 难怪只有达到陡地层次 才能破开卫面稚固 前往上卫满 就算是当初斗圣巅峰的层次 进入到这卫面通道之中 即使不死 也会在这卫面通道之中泥失自己 几人递进灵魂的感知之中 虽说只是有着几千里的距离 但是却是感受到了许多卫面的存在 几人若是想的话 而有些能量层级 甚至不如斗气大陆 硝烟等人 若是去了那些能量层级低的地方 很有可能就会造成那里的卫面 直接崩塌 不然的话硝烟除了像当初 驼舌古地那样 将自身的本源之力 分化成为22种不能的异物 从而稳固卫面以外 找不到任何的办法 这几十年的时间 斗气大陆的卫面通道 已经影响了大千世界 我估摸着 向前飞行三个月的时间 便可以到达那名为大千世界的上卫面 硝烟点点头说道 大千世界 还真的是让人有些向往 真恨不得现在就到那 古猿抚摸了一下自己的一字胡说道 硝烟无奈一笑 到了那儿 我们不再会是致强者 还是要小心为妙 这卫面通道之中的空间压缩之力 比起斗气大陆之上 那些斗圣斗尊所开辟的卫面通道 不知道强剩了多少倍 要是使用空间船的话 或许在空间船被拿出来的一瞬间 便是会直接压碎成为基粉 不过好在 竹鲲在这个地方 太虚古龙一族 可是斗气大陆之上 最擅长卫面穿梭的生物 几人站在竹鲲巨大的身体之上 只见到竹鲲无比宏大的龙翼 猛然一阵 众人的身形 直接消失在了那一片卫面空间之中 硝烟 指引方向就交给你 竹鲲沉声说道 硝烟重重点了点头旋即 释放出自身的地炎的气息 有了地炎的引导 众人前往上卫面的速度 将会更快 背就硝烟释放出地炎气息的插门 卫面通到某一处 破败的下卫面之上 几道魔影 却是同时抬头 朝着虚空缓缓望去 其中一道魔影 将插在那大陆 至强者身上的飞剑拔出 也是朝着虚空望去 这个气息 怎么有点像是圣天魔帝大人的 不过那道魔影话音刚落 便是被身前另一人的话音打断 此雷魔尊 圣天魔帝大人 怎么会降临 这个小卫面之上 而且这个卫面 已然被我足占领 其土著 已经被我足圈养起来 培育邪灵和血食 我估计 该是圣魔炎大人的 一缕子火降临 来考察我等完成进度 金穷魔尊 你说的对 那我们看样子 需要恭迎圣魔炎大人降临 到时候 圣魔炎大人 好在圣天魔帝面前 替我们美言几句 我们晋升成为魔王的日子 便可又快了 那被称为子雷魔尊的魔影 听闻倒是没多说什么 晋升魔王又能怎么样 在这种鸟不拉屎的 低能量层级的下卫面 我们的最强实力 只能发挥到魔尊的层次 你没听说吗 一魔族的一魔皇 在一处下卫面 竟然败在了卫面之主的手中 尸骨无存 魔皇 那在大千世界 不是媲美的至尊层次的强者 怎么会败给下卫面的卫面之主 谁说不是呢 我觉得 还是将我们调到 大千世界上卫面之中比较划算 至少我们可以发挥自己全部的事 金穷魔尊怒声说道 紫雷魔尊入出一副无奈的神情 无神被封印 这数万年无等的任务 只是静默中 搜集各个下卫面的血食 为无神重返大千做好准备 其他的 都是圣天魔帝大人做准 乖乖等着吧 不要惹事 圣天魔帝大人发火 可是要死很多很多人 卫面通道之中的时间流速 和外界不尽相同 但是对于待在卫面通道之中的人而言 这个过程却是极其的枯燥乏味 比起在斗气大陆的卫面通道之中 还要枯燥乏味的多 时间悄然过去72天的时间 经历了千年时间的封禁 这72天时间的枯燥 显然就不算什么 容易不断的挥动 朝前快速迈进 而硝烟在指引方向的同时 还要防止那些恐怖的空间乱流冲向他们 在感受到硝烟对抗卫面空间乱流时 释放的能量气息 古猿薛尔采林 以及竹坤四人 也是发觉 现在几人的实力 虽说都在斗地层次 但是即使是硝烟一人 都可以单挑 他们四名斗地不落下风 硝烟兄弟 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上卫面的领 我感受到周围的能量层级 比起斗气大陆 要强盛不少 估计要不了多久 我们就可以到达那上卫面的终点 竹坤笑着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 硝烟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感受着周遭卫面通道的变化 一种危机感 却是 悄然在硝烟的内心滋生 应该快到了 大家都要小心 毕竟这是到了别人的地毯 很有可能会被上卫面的人 认作是敌人而打下来 这段时间 我们要格外小心 就当硝烟话音落下之际 在竹坤所画的太虚古龙的正前方 却是产生了巨大的卫面的空间乱流 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空间乱流 硝烟惊声说道 在这七十多天的时间里 几人并不是没有遇到空间乱流 但是那些空间乱流 都是很早产生 即使没有硝烟众人 也可以感受到 而不远处那一个空间乱流 好像是不久前刚刚出现 而且 其能量波动 比起之前所有的卫面通道空间乱流 都要强盛 冲过去 竹坤询问道 对于空间乱流 要么就是选择绕过去 要么便是选择凭借强横的手段 直接冲过去 以太虚古龙强横的身体强度 之前的空间乱流 即便硝烟没有出手 也不会伤到太虚古龙的身体 可不好受 却是实打实的 而如今大千世界的入口 尽在眼前 竹坤可不想再去绕路 脱离这一片空间乱流 硝烟眼光如具斑望着那一片空间乱流 从其中看出了一丝诡异的能量波动 不对 这不是单纯的空间乱流 大家小心 果然在硝烟话音落下的时候 便是听到前方一处空间风暴之中 发出阵阵恐怖的干笑之声 只见一道道身穿紫袍的魔影 从其中缓步走出 每一人的实力 皆是不弱于陡地层次的事 而其身体之中恐怖的能量波动 正是来源于他们身体之中 那骇人的气息 域外邪足 一道紫光 直接冲破未面通道 那呈现混沌光影般的空间乱流 将那不断席卷四周的空间风暴 尽数毁灭 旋即便是见到七道身形各异的魔影 出现在了硝烟等五位陡地的面前 随着硝烟喊出域外邪足四个字 位于硝烟身前的古人竹鲲等人 皆是为之一枕 对于除了硝烟以外的四人而言 虽说有着斗地层次的实力 但是并没有真的见识过域外邪足 眼前的这些域外邪足的魔影 可以说是他们第一次和域外邪足接触 只见到竹鲲迅速化为人形的模样 站在硝烟的身前 目光如具望着那七道身形 表示以竹鲲那般高傲的性格 都是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那七道魔影身上 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竟然丝毫不比抖地层次的他们要路 看样子 以前自己所生活的地界 确实只是一片景中世界 根本想象不到外面世界的强大有威胁 而那些魔影 一双双血色的瞳孔 扫视着众人 同样是未曾有所行动 在观察了半晌之后 便是将目光看向了硝烟身上的火焰 回首的一道魔影 轻声说道 小子 你不是圣魔族的人 为什么身上会有圣魔炎的气息 文言 硝烟也是看了看手中的地眼 那圣魔炎 虽说只是圣魔炎的一道紫火 但是炼化的难度 却一点也不小 经过近百年的炼化 也只是让得这道圣魔炎的紫火 对于自己不那么抗拒 硝烟发现 文诀并非是不能吞噬圣魔炎 而是对于斗气大陆之上的斗气 已然开始了排斥 若是想要炼化 类似于圣魔炎这种更为高级的火焰的话 那么就必须要更强的能量 作为新柴才可以 九彩绚烂的火焰之中 包裹着一缕黑白交融的火焰 其火焰气息 让得硝烟所在的卫面通道 那一片空间 多是产生些许的能量多者 只见硝烟抬起自己的手掌 指着那道刚才与他对话的模拟 你说这个 只是击杀了一个 狱外邪族的残鹰 获得来的 若是识相的话 还请让路 硝烟此时虽说与狱外邪族没有仇怨 但是硝烟也无比的清楚 狱外邪族 定然是比斗气大陆魂族 还要狠的角色 斗气大陆上的魂族 即使再横 也是无情地杀害 斗气大陆上的人 从而强行夺盛能量 可这些狱外邪族的家伙 都是动不动占领整个位面 从而夺盛能量 若不是上古年代 驼涉谷地已陨落为代价 封印了当时的狱外邪族的强者 或许现在斗气大陆 已然不复存在 听见硝烟所说 那七道魔影的气势 皆是上升 那为首的一人 原本干枯的躯体 快速膨胀起来 血色的双眸 盯着硝烟抖然一笑 旋即身形一闪 来到了硝烟的跟前 猛然朝着其胸膛处 轰的一声砸了过去 硝烟兄弟小心 眼见着那道魔影 朝着自己的方向袭来 便是见到竹鲲的身形 紧跟着那道魔影 一起动了起来 手掌变成一道紫金色的龙爪 一拳 与那魔影的一拳 对轰到了一起 刹那间 强横的空间风暴 将两人的身形分开 竹鲲的身形 沿着空间乱流 不断朝后滑动 便是见到竹鲲的脚掌 猛地踏破虚空 这才稳住了身形 而那道魔影 却只是后退了两步 随即看了看自己的拳头 没想到你这下 未免的蝼蚁 竟然可以接住 我金穷魔尊的一拳 魔尊 魔尊级别 是媲美斗地层次 以及大千世界 至尊敬的强者 这家伙能在力量方面 和竹鲲前辈抗斗 很显然已经达到了 天魔尊的层次 在地言之中 残留着一些 曾经驮蛤蛇谷地 猛难以抖动 原本竹鲲 留在齐拳上面的暗镜 便是被其轻松地化解 下位面的蝼蚁 还是有点小聪明 不过没用 今日你们几人的死在这里 达回圣魔尊的紫虎 五等今日一定是大功一剑 在金穷魔尊身前 一魂身上下 皆是被紫色的雷电 所包裹的魔尊 笑着说道 古元薰儿等人皆是感应到 那紫色的雷电 或许比起斗七大陆上面 九旋精雷的威力 都要强上一些 萧炎深吸一口气 看样子 还没有到达大千世界 便是要跟域外协足的人 对上一次 当初驮蛇谷地的前辈 所做的决定 还是对的 封印斗七大陆 通往大千世界的 未面通道 虽然不会让斗七大陆 再次诞生斗地强者 但是一定程度上 算是保全了斗七大陆 不过即便是打开了 也万幸 是萧炎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不然以魂天帝的那般 星星的话 定然不会允许 第二位斗地层次的强者的产生 到时候 魂天帝一人 面对七名实力 媲美斗地层次的 魔尊级别的强者 那么 斗七大陆的气韵 也就彻底断了 一切小心 与域外协足交战 可不是儿戏 切不可有侥幸心理 萧炎沉生说道 经过刚才 竹昆与那金穷魔尊 对上的一拳 在场的强者 对于域外协足强者的实力 自然也是 有了些模糊的认知 这些认知 虽说不是十分的准确 但却十分的有 这两个家伙交给我 其余的五人 便交给你们了 以一敌二 当才就算是力量的比拼 竹昆都是逊色 于那金穷魔尊 萧炎竟然想要以一敌二 单挑金穷魔尊 以及紫电魔尊 剩余的五人 交给我们四个 萧炎你放心便好 采灵轻声说道 萧炎玄机再次摇了摇头 我的实力 已然达到了 未免之主的层次 以一敌二 不是什么来世 这个本来打算 留在到了大千世界的时候 再拿出来 现如今遇到这种情况 才雄壮的身影 出现在了萧炎的身前 只见到那道身形肤色 若悬铁一般 身姿挺拔雄壮 在场的人 见到这道身形 无不是惊恶了片刻的时间 因为这张脸 不是别人正是当初 给斗气大陆 带来十分恐怖灾难的 魂族魂天帝的脸颊 魂帝 现 你竟然将魂天帝 炼成了傀儡 五元和竹昆一口同声 不可置信道 萧炎转身望向那金穷魔尊 和紫电魔尊 我是魂面之主 自然是可以提炼魂天帝的灵魂 而且 那家伙本身 也是有斗地层次的使命 让这个家伙 以这种方式存在 也算是 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赎罪了 那魂帝魁蕾 并没有选择跟着萧炎 而是站在了古猿等人的面前 看着那一张无比秀气 宛若书生 但是曾给人那般恐惧的领夹 众人一时间 都是有些不好视野 紫电魔尊和金穷魔尊 也是看出来 萧炎才是这个队伍的核心 于是便是笑到下魏面 致强者无等欲外邪足的眼里 不过只是厉害一点的蝼蚓而已 杀一个也是杀 杀一万个也是杀 萧炎从二人的眼神之中 看出了一种 杀了很多人都不在乎的情绪 于是锦钻双拳沉声说道 他看样子来 你们对无数下魏面 皆是犯下了滔天的罪名 今日便让你二人再次的错不然灰 为曾经犯下的罪名赎罪吧 口出狂言 众魔尊听令 将这些下魏面的蝼蚓 尽数斩杀 那些身后的魔尊 纷纷冷笑一声 他们可都是魔尊级别的强者 若不是因为感受到 圣魔炎的存在 根本不会买紫殿 和金球魔尊的账 现在这二人居然还敢命令自己 不过 若是夺得圣魔炎的紫火 倒是大功一剑 五道魔影 其初快速朝着萧炎的方向 冲去淡北轩 彩灵 竹鲁 古猿 以及傀儡魂帝阻挡 萧炎一人迎向两名天魔尊 一场大战 在卫面通道之中就此上演 此时的卫面通道 已然不像是以往那般 即使是声音 都会在空间乱流之的死迹中烟灭 恐怖能量碰撞的轰鸣之声 在整个卫面通道之中 来回震荡 薛尔等四人 和斗地层次实力的魂帝 与那五名魔尊级别的强者 站成一团 虽说狱外邪祖所修炼的狱外邪气 比起斗气要高级很多 但好在几人 已然成为了斗地层次 身体中能量是斗气 通过无尽压缩后的能量精华 一定程度上 也是产生了某种升华 因此 在斗地与那魔尊层次的 强者交战的过程之中 几人并不处于劣势 可即便如此 五元竹坤等人 也是丝毫没有办法分心去帮助硝炎 面对着硝炎 被金穷魔尊 以及子电魔尊围攻 几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小子 莫要以为在下卫面 成为卫面至尊便可以无敌 即使是连接着无数下 卫面的大千世界至强者 我欲爱协足 也从未放在眼里 金穷魔尊的双臂 像是不断吸收着 这卫面空间乱流之中的能量似的 开始不断地扩张开来 很快便是有了一个人形的大象 而另一边的子电魔尊 则是不断吸收着 周围卫面通道之中的空间乱流 从而转化为身体表面那 布满邪气的雷电气息 这二辽的实力皆是不弱 看样子 得费一番功夫了 硝炎一拳与那金穷对轰一招 将那金红魔尊 直接轰飞了出去 而就在这个间隙之中 凶猛的雷电风暴 朝着硝炎的方向快速袭来 硝炎侧谋望去 一直点出 金色的锯质 萦绕着炫彩的火焰 将那道紫色的雷电风暴 直接挡在了那片空间 黄泉指 攻势受阻 金穷和紫电两位魔尊 也是相视一眼妄想看向硝炎 这突破下卫面 想要前往上卫面的强者 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般弱小 至少比起自己 以往所经历的一些下 卫面的致强者 要强上不守 紫电 看样子这个家伙 所在的下卫面级别不低 应该是接近上卫面的层次了 不要留守 不然的话 说不定会跌在这小子的手里 不用你提醒 那紫电魔尊见到自己的攻势受阻 自然而然也是目不可 大千世界 如今有着一半的卫面 在域外协足的手里 那些高级的上卫面 轮不到 他们这些魔尊级别的强者去占领 而现在在这下卫面 居然也被阻碍 一时间 紫电魔尊的内心 可谓是极其的不平衡 硝烟地言双眸之中 望着那紫电 和金穹二人身上的邪气 愈发加重 无论是紫电还是金穹 都是随着身上邪气的加重 实力也是愈发强大 硝烟在那邪气之中 似乎听到了 无数残魂的哀怨之声 这种感觉 仿佛就跟当初在魂殿的时候 见到那些魂殿囚禁的灵魂 不过硝烟可以确定 那些邪气之中 乃是无比纯粹的能量 并非是灵魂 难道是以某种秘法 将灵魂转化为 极为纯粹的能量 硝烟看着自己的地眼 既然陨落星炎 没有任何的反应 便可以确定 那邪气之中 并不是纯粹的灵魂 但是那些灵魂哀怨的感觉 却是无比的真实 想来应该是这狱外邪族 用了什么秘法 将那些灵魂 变成这般样子的吧 这狱外邪族 果然比起魂族 还要很多 从紫电魔尊的身上 涌现而出四道魔器 都有着媲美斗地层次的实力 就连那些与竹坤等人 交战的魔尊强者 见到这个场景 也是有些差异 似乎即使是他们自己人 都是想不到 紫电魔尊 竟然有着这般品牌 来自下卫面的小子 本来我是不想拿出 自己的本命为人的 可若是得到了 圣天魔帝大人的 一缕本人死活 这种损失也是值得的 而与此同时 金穷魔尊 也是一只手掌 猛地抓向自己的胸口 轻轻一捏 像是在解开自身的封印似的 与紫电魔尊 极其相似的四道魔器 也是从金穷魔尊的身体之中 涌现而出 只是金穷魔尊的魔器 并不像紫电魔尊那样 幻化成为凶兽而是 进入到了金穷魔尊的肉体之中 在那四道魔器 进入到金穷魔尊肉体的 瞬间便是见到 那金穷魔尊的肉体 开始疯狂膨胀 将外面紧紧穿着的一件 黑袍给完全地撑开了去 暗紫色的身体上面 显露出了一些黑色的符文 这些符文 就好像是诅咒以外 让金穷魔尊 在这种痛苦之下 获得强悍的力量 此时无论是金穷 还是紫电 都是拥有高于斗地层次的力量 这一幕 也是惊呆了 其余五名魔尊层次的强者 这两个家伙 居然这么想攻啊 那就让给他们 我们可还没有到 施展本命魔猿的境界 本命魔猿是域外协足 用来保命的东西 一旦施展 会有十分的强烈的后遗症 如果没有更高层次的强者 帮助压制本命魔猿 那么 一旦魔猿爆发的话 使用者虽说短时间会实力暴涨 但是之后 一定会重伤冰死 这两个家伙看样子是 早就打着圣魔炎子火的主 圣魔炎 可是域外协足之中 最为高贵的圣魔族的圣魔 传说其中有着域外协足 共主天邪神的 一缕本源之力 即使只是一缕子火 也完全够一名魔尊层次的强者 晋升成为魔王层次的强者 那几名魔尊层次的 域外协足的强者 看见这个场景 原本抱着击杀 剩余几人的心态 也是转变成了 拖住那几人 古轩 采灵望见此时实力暴涨的紫电 和金琼两名魔尊 内心也是不免一阵担忧 但是看见萧炎 那并不是很紧张的神态 原本担忧的表情 也是稍稍缓解了一些 紫电魔尊一脚踏出 那四肢身形 伴随着雷电虚影的凶兽 朝着萧炎的方向 撕咬而去 狂暴的邪气雷海 就掀起万丈空间乱流风暴 朝着萧炎的方向席卷去 萧炎的身形 并未后退一步 身体之中 开始迸射出金色的光芒 与身体表面的地延 融合到一起 只见到萧炎的双手 朝着正前方的雷海的恐怖 猛地一转 金色的巨大手臂 猛地抓住了两只凶兽的伯梗 朝着身后 想要偷袭自己的金琼魔尊 丢了过去 金刚流离体 9999丈金色庞大的身躯 直接将那两个魔尊强者的身体 也震飞了去 那两只狂暴的雷电凶兽 砸在金琼魔尊的身体表面 直接化作液体般的雷电洪流 将金琼魔尊的身形 扎到浑身浇黑 但是顾不上疼痛 却是被萧炎的一拳石打尸 挨在胸膛之上 金琼魔尊的胸口 直接凹向一寸 身形也是 飞到了更远的地方 萧炎朝着紫电魔尊的方向 一脚踏出 恐怖的空间乱海 与那雷电斜海碰撞到一起 将紫电魔尊的身形 也是震飞了更远的地方 这是至尊法身 下位面的强者 怎么可能会拥有至尊法身 金琼魔尊看着此时万丈庞大的硝烟 猛地吐了口黑色的血玄机说道 而此时紫电魔尊 则是将其快速扶起 不是至尊法身 只是依靠着自身恐怖的实力 凝聚而成的肉身吧 但是这小子的身体之中 却是真的有至尊本 只要到了大千世界 将自身的能量 升华成为盈利 这小子会直接踏足至尊境的 怎么会这样 大千世界 被我域外协足的强者 盯得死死了 怎么会有人去下位面 赐给他们至尊本人